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0人与逐法定人数 好 现在宣布开会 请医师联宣读上次会议的医师录 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 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0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中和民国109年5月7日星期四 上路93分至12时23分 地点红楼301会议室 出席委员林昌佐等12人 列席委员曾明宗等17人 列席人员国家安全局局长邱国震及所属人员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刘家伟 主席吕昭局委员玉玲 报告事项 一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决定 确定 二 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报告 我国科技情报工作之现况 与未来测进做法并被执询 本次会议采报告秘密 寻答先秘密后公开方式进行 国家安全局局长邱国震报告 委员温玉霞等20人执询 均由国家安全局等相关官员及其答复 决定 一 登记执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寻答结束 二 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 请国家安全局于二周内 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复制本会 委员令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 三 委员马文君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三 处理院会交付109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 国家安全局预算冻结案 提出出面报告后使得动知等四案 决定以上四案报告完均 同意动知并提报院会 以上宣读 好 请问在场 我们的委员对于一世路的部分 有没有任何的修正保留意见 没有的话那我宣布一世路确定 请一世人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本日一世日程报告事项 邀请外交部部长报告 外交部各地区工作成果报告 及未来规划方向并被质询 以上宣读 好 好 那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 本日出席的委员局官员 委员有王定宇王委员 罗志正罗委员 林昌作林委员 吴亦霞温委员 还有陈怡兴陈委员 那我们今天介绍今天出席的 我们双方官员 第一位是我们部长 吴钊谢吴部长 再来是亚东太平洋师师长 葛宝轩 亚西级非洲师师长 杨欣怡 欧洲师师长江森 北美师师长姚金祥 拉丁美洲级加勒比海师师长 余大雷 国际组织师师长 陈隆景 国际传播师师师长 陈明正 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师师师长 蔡允忠 公众外交协调会执行长 欧翔安 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 赖明奇 好 本日我们邀请外交部 吴部长报告 外交部各地区工作成果报告及 未来规划方向并被咨询 那本次的报告内容全程机密 报告后接续寻答 寻答是先秘密后公开 时间并记 本会的委员6加2分钟 非本会委员4分钟 10点半发言经济截止 如果有临时提案的话 麻烦在10点半以前提出 11点的时候处理 好 那现在开始进行秘密业务报告 请意思留言清查 好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位 我们请罗智政罗委员 谢主席 麻烦请吴部长 好 请部长就备巡台 还有国际传播师 陈市长 洛源早 部长早 市长早 那个刚才看这影片 其实我也有感觉了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外交部自己评估 这个影片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每次的 那个WHO推案的 那个文宣作为 我们都会去做评估 像去年的那个影片 点阅率是 一千多万 一千三百多万次 那我们是希望说 每年都会增加 那今年三个礼拜 还不到三个礼拜 到目前为止已经八百多万的那个点阅 八百八十五万 八百多万 对 因为我刚才去看Trending Taiwan YouTube的那个数字大概一百多万了 因为很多语言嘛 不想还有其他的网络 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平台在推播 那个市长我问一下 你们的指标怎么看这个成效 除了点阅数字还有没有别的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还要看国际啊 声量对于我们的支持的 声量是一个啦 其实我们现在做很多大数据分析 还有别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在YouTube上面有所谓的Thumb Up Thumb Down 就大家认同不认同嘛 对不对 会有没有感觉嘛 我举个例子 这你参考 我现在不见你要尊重我的指标 我举个例子 在英文版的Trending Taiwan的YouTube里面 49万次的观赏 不错 你这要几个 几个Thumb Up 有没有看 16个 一个Thumb Down 西班牙文有32个Thumb Up 不错 有32万个看到 但是Thumb Up 三个 然后这个是两个 日文版有一万个点阅率 但Thumb Up 9个 然后方丈是零 然后其他大家都个位数 换句话说 看到是一个指标 但是呢 到底人家认不认同 有没有感觉 愿意多按一下 对你肯定 这个指标可能 也是值得观察的哦 对 谢谢委员 委员让我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片子 我们全长是四分多分钟 一般来讲在影片上面 全境台湾是一分钟版本 对我们有一分钟的版本 我刚才讲的全境台湾 就是一分钟版本 你不会有人看四分钟的啦 一分钟版本 我现在讲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好不好 就是说 那个全境台湾放上去YouTube 我加总 各种语言加材 总共一百万个 点阅率 但是我坦白讲 所有的Thumb Up 加起来 大概只有一百 那个指标看起来就觉得 好像有看啦 但是没有那么感动 他连都按一个 站 他就觉得 没有那么强的动机 所以可以再努力啦 坦白讲 这两年部长你带领的外交部 在这一块真的有很多新的创意 而且很多新的拍摄的手法 而且我们至少我们国人看起来 是有感觉的 但外国人的感觉 我只能从MV按个赞 来做指标的话 我觉得这块还可以再努力 好不好 不要只看点阅数啦 如果说大家看完之后 32万人 你没有30万人按个赞 哇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各位数 留言几乎等于零 就下面的留言 有人讲 我很感动 This is a lovely story very touching 连这个留言都没有 那显然这个 这个强度还可以加强 好不好 谢谢委员 OK好 谢谢 部长 是 我们还是谈下今年的WHO案 是 到目前为止 那个市场警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邀请案 对不对 还没 我们预期今年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的评估还是很困难 那我们的评估的这个方向 大概就是说 在跟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 这个接洽的时候 的这个口径 或者是说他们对外发言的这个口径 那看起来他们的立场 还是非常的僵硬 所以我们的预期还是 部长我请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以前都是在日内瓦开嘛 所以邀请了我们过去嘛 那今年是18号19号两天用视讯会议 所以理论上如果邀请说 请加入我们视讯会议这样就可以了嘛 是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理论上应该技术上来讲 他们只要愿意花一天时间就可以准备嘛 技术上门槛不高 对 对吧 就是说一连线就可以参与这个会议嘛 是 因为只有两天时间嘛 有没有临时提案的时间 报委员 我们线上我们的委员 友邦已经在帮我们提案了 所以 今年两天这么密集的议程里面 还是有时间可能会讨论我们的议题 会不会丞案是一回事啦 但是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讲 是有这样的时间 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怎么样 在临时提议里面提案 还是一开始开业的时候 就开始主张 如果不方便讲 你可以不用讲 这是战术的问题 因为一些技术性的安排 事实上还带后续的交涉 所以今年我们还是希望友邦提案 友邦已经在提案了 我们这边友邦主要是邦交国 还是非邦交国 其实邦交国跟非邦交国 都会以不同的方式 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案子的支持 但正式提案是以邦交国为主 没错吧 是 OK好 那个部长请问一下 以前都有所谓场外活动 包括以前卫副部长啦 我们官员到日内瓦 WHO大会场外 去办活动 今天有没有这个 不是场景没办法去嘛 有没有其他的会外的活动 有 也是有 比如说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的卫生 我们的卫副部长 和美国的卫生部长 这个就是系列 所以这个已经算了 那有一些双边会议 本来是亲自举行的 但是现在都改成视讯会议 那我们也会有跟去年差不多的这种形式的 那改成视讯会议 OK了解 那所以这些相关的活动还不少 那另外我们那个台湾在推动 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民间的这些活动 那他们也会在台湾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除了场内的工坊外场外那一部分 我们基本上还是有 对 只不过改成所谓的视讯的方式进行 对是 OK好 部长 这边涉及到最近我们跟WHO工坊 针对我们的案子 有一些论述 那么我们想了解问题在什么地方 最近他们的法务顾问 法律顾问提到 27582联合国决议案 跟WHO25.1的决议 提到一中原则 提到已经处理台湾的代表权 我们外交部也做了回应 我也认同这样的一个决议 就是275825.1的WHO决议 指的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好 并没有处理台湾的问题 没错吧 是 这是外交部的立场 是 好 可是问题出现了 国民党那时候帮我们留下一个摊子 回一下一个问题 2016年世卫大会 发给邀请安给蒋部长 当时委副部长 蒋部长 那时候说了 那个邀请安里面提到 回顾联合国27582决议 跟世卫大会25.1决议 根据一个中国 这个原则 邀请你参加世卫大会 那时候 把政府 就用这样的一个邀请安 然后参加了世卫大会 所以某个角度 那时候 就认同说 我是在一种2758决议 跟25.1决议 这会绑住我们 那个跟委员说明一下 如果是用光看这个信函的话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我们的民进党的政府 政权交织 所以那时候是由民进党的政府在处理这一次的那个参与 那我们那时候给世界卫生大会的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这个回函里面 就表示说我们台湾是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来参与 所以他提到的这两个决议案和我们的参与是无设的 所以我们是不认同这样的一个邀请安的内容 绝对不认同 所以这样的一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 是 即便你WHO单方认为说2758 还有所谓25.1决议 跟我们参与无关 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不要被过去那一套 国民党一九二共事业 或一种原则之下的参与WHA 然后把我们自己绑住了 不会绝对不会 OK好谢谢部长 谢谢委員 好谢谢罗志愿的委员 接下来请江启臣 江委员 好谢谢请招委邀请部长 好请部长就被巡抬 助卸搞赞 好 早 那个部长 五月十八十九准备好了没 我们都全力以赴当中 好 全力以赴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我想 不分朝野 大家都全力以赴 但关键大家还是关心说 十八十九这个视讯会议 我们能不能参加 现在视讯会议是确定的嘛 那所以能不能参加现在我们还不确定 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当然是非常大力的支持 包括其他国家 不管是他透过重要的这些人士的讲话 包括国务卿 甚至其他组织的动员 还有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串联 这都我们有看到 那问题还是回到一点 就是说 既然美国都这么支持 比如说这也提到说 会进行二加二的辩论 这应该是在程序上面 过去年也是一样二加二的辩论 那这个提案上面会提到说 要求 这个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 参加WHA的提案能列入议程 这样子的提案 那如果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提案 那美国这么支持 美国为什么不自己提案 为什么都是我们的友邦来提案 这一点能不能请教部长你回答一下 我们必须要跟那个美国及其他 支持我们的那个其他的理念相近国家 来讨论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这个方式 那如果说美国或者是说 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 他们认为说今年还不适合来处理的话 那我们强硬的去推 所以今年会有反效果 不然你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美国的想法是认为今年它不适合他来提案 所以还是由我们友邦来提案是不是 到目前为止情况是这样的 那所以可是问题我们都认为说 这件事情如果美国在WHA的这个正式会议上 由他代表来提案 是不是会更powerful更强力 会当然会 所以我们并没有放弃说 有美国或者说其他理念相近 这当中当我们要去想说 美国到底在顾虑什么 因为我们很怕大家现在期待很高 对不对 我们几乎是大动员 对不对 也刚好这一次的疫情 虽然我们不乐见疫情 但是疫情发生了 我们的防疫 还有你所谓的口罩外交这些等等 难道不就是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参与WHA或WHO吗 对不对 那你不用这一次的这个机会 你准备那么久 不管是大内宣大外宣 那美国不站出来 其实美国站出来的声音绝对比我们有邦还大 那这部分外交部是不是要充分的说服美国 否则我们再多的双边的卫生部长的对话 或者是跟其他官员的对话 我想可能都没有办法比得上他在正式会议上面提出这一案 由美国代表来提案 对不对 我想委员说的对 但是我们在跟美国讨论的时候 也必须要做 因为部长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到时候这个2加2辩论 感觉上又跟去年一样 那演完过去了 然后最后大会又宣布说 今年我们不把此案列入讨论的议程 然后就结束了 那今年你也没有办法到现场去 所以你的双边会议 你要怎么排 你最后也是视讯嘛 那这个效果一定会比现场更差 所以会变成什么 事前雷声大 最后这个结果会让很多人都失望 为什么 第一个你也没有办法去现场 所以双边会议顶多也是视讯 那当然这个视讯好处是说 你不用固定时间不用固定地点 这个随时都可以做 现在你们也可以做了 所以今年的双边会谈不会是重点 也不会是亮点 关键是 能不能参与线上的会议 台湾能不能参与线上的会议 变成是什么 是亮点 是你的突破 如果我们要来评断说 今年参与WHA突破的话 那大家要检视的 不是你事前这些文宣 这些文宣的铺陈最后的结果 就是大家期待能够参与WHA的实质会议 所以今天如果到这里 我们最后是ending是说 好2加2辩论 OK结束了 没了 我们还是不能够参加 线上的这个video的conference 那部长 那你前面这个前功近期 所以你现在最后一个机会 看美国我们不能出来提案 到底他考量什么 因为我们也必须了解 否则我们努力老半天 老实讲 大家会认为说 那最后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跟去年还是一样 但是我们今年相对花更多的功夫 当然也得到更多的支持 你们的辛苦我们都给予肯定 可是我们看到 希望这个结果是跟去年有所突破的 这个也才是你作为外交部长 要朝野共同支持你 我们希望朝野共同支持 是看到你有突破的结果 我之前我也投书 希望我们能够实时参与 不要有任何的政治考量 非常感谢 所以部长这部分 我真的期待你要好好的去争取 因为这中间是关键能不能突破的一个重点 否则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刚才的新闻 八国题外交召会 参与WHA 外交召会我们都知道 这个当然我们都很欢迎 我们也感谢大家提这样子的外交召会来支持我们 但是最后能不能落实转换为具体的行动 转换为让我们能实质参与 真正的参与 这才是这一次WHO 我们在参与准备上面 能不能让国人觉得说外交部的努力 真的最后成功了 这才是重点 或者全民大家共同去防疫那么辛苦 然后最后能够让我们的外交上面 也真正参与了WHO 所以最后你们的一角 部长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再请美国出面 那个非常谢谢委员 委员对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支持 大家都看到了 那有关于我们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在国际动员的这一块 那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都是我们去 这种动员的这个目标 那今年我们大家都看到 有更多的国家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超过那个critical mass 那你这样提的话 那当然如果除了美国以外 其他的主要国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 他愿意提也很好 但是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做法是跟之前没什么两样 那这个我会很担心 最后的结果就会一样 就是你前面努力的老半天 结果最后结果是一样没办法参与 所以我才会说你最后的重要的时刻 你应该再努力一下 你刚才讲说努力到最后一刻 那既然还有空间就继续努力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 美国等主要国家 你看看不能帮我们提案 我觉得那个讨论会不一样 这个强度也会不一样 我们会继续努力 我们会做 另外这个巴拉圭跟海地的大使 到底你们派回去了没 巴拉圭的大使是因为 他的任期到了 我们的心死 已经经过对方政府的同意了 那有关于驻海地的大使 那现在在进行作业当中 巴拉圭现在对我们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他的反对党 没有问题 似乎对我们很不友善 反对党本来就对我们很不友善 但是我们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还不错 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那海地什么时候 海地什么时候 海地的大使已经在作业当中了 作业当中了 这两个国家 在前阵子因为大使的这个问题 似乎让大家觉得邦交上有点危险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必须好好处理 因为毕竟中南美是我们最后最重要的这个友邦的外交重镇 我们每一个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我们江继承江委员 来部长跟市长请回 接下来我们请林昌佐林委员 祝贤兰先生保长 来请部长就背心台 祝贤兰先生保长 对 保长保长 我现在就在那里 那里占兰WHA的部分 我也继续来问一下 好 因为其实 刚刚那里卢委员和江委员 其实有 那里占兰这些问题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我因为他也直接 应该让我们所谓的人民了解 第二我个人其实是主张说 当然我们有法度去参务 没法度参务 这很重要的 但是其实这几年来 整个国际环境的气氛 支持台湾的这个环境 在各种的这个环境 来支持台湾 越来越多 那这个部分 其实是应该让我们 这个所有的 我们的人民了解 就是说 其实你从所有的这个环境 一直打起来到最后 我们有法度水到渠成来加进 那当然是很好 但是今年有比九年 支持台湾的影响有更多吗 应该是有嘛 对吧 尤其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问题 所以说 都是所有的这些的气氛方式 包括像今天这两天 这个 每天送的外交照会也是一样 还有现场market 外交照會我當然也願意在WHO裡面的正式資料可以受到這種標誕 因為我們縱使不然是我們的U邦包括其他的非友邦和G7台灣的聲音可以變成正式的標台 在WHO裡面 所以我相信剛才港委員的意思也是這樣 就是說在外面的攻擊池到尚未來的地方是非友邦來提案的時候 這些案子就會變成正式的文件在WHO裡面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其實都有看到我們的行政 還有最多支持台灣的聲音我也要跟這個部長說一聲辛苦 這個部份你又要補充嗎 我簡單跟委員做補充 因為我們在爭取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知道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那個 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之間 他們有之前他們的一個秘密的這個備忘錄 那世界衛生組織就受到這個秘密備忘錄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在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當作觀察員的時候 我們就面臨一個非常窘迫的一個這個狀況 那如果說我們要推破 我們要打破中國跟世界衛生大會的這個秘密備忘錄的話 我們必須要有更強大的這個國際的聲量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今年的參與的狀況就是說 整個國際的氛圍對我們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相對的就是對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 和對中國的這個壓力就越來越大 那如果說我們的這個能量逐漸的擴大 對我們友好的這個氛圍逐漸的在加強的話 那我想對於我們在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作為一個觀察員的這個努力的這個目標就會越來越近 那我們外交部是不會因為說今年是不是能夠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而就停止了我們的這個努力 我想除了今年的這個參與之外 對於明年後年等等的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我們一定要在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這個議題上面 能夠獲得這種國際社會的一致的這個認可的話 那那時候我們在參加的時候的那個這種道德正當性就會很高 對我們的參加也會變成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當然今年是線上啦 所以說那個agenda是誰做什麼樣的我們不知道啦 可能有很多法國人的機會啦 也會出賊 所以你說也會出賊 所以說但是主要來說 明年後年的我認為也是一樣的 我們重點除了說我們的郵邦醫院 我們的郵邦醫院的部分可以替我們提案嗎 可以替我們政策發言嗎 那標關的時候可以支持我們嗎 我覺得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啦 對沒有錯 我認為說到現在來看起來 甚至說這兩年我們有這個郵邦這樣開始也沒有 我覺得這可能還沒那麼重要 我覺得我們的郵邦可以在國際組織裡面 不是WHO的國際組織裡面開始正式提案 標關這個發言支持 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 我們要有一種這個環境和氣氛 全世界的支持不是只有在媒體 只有在英本國裡面的這個發言的時候 如果可以說在國際組織裡面 開始都是他們可以替我們公圍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重要還比較... 對沒有錯我們的遊說也是說針對每一個這種理念相信國家 我們都去跟他們做遊說啦 所以希望說他們口頭上表達支持我們 或者是說在實際的行動上面也能夠支持我們的話 越來越多的國家就對我們就越來越... 參與的這個聲音就會越來越強大 我是怎麼會說我不會說強迫一定近年沒年 就要把這個WHO去參加會議 因為我們會很強的 強勁要他把之前那個漢政拿來 要含乎台灣說 你如果生日你中國的一生 你就可以加一把 你用一個中國的那種方式 你做這個中國的一生的位 你就可以加一把什麼 這個九字共識頂頂 這樣給你... 讓你一頂沒那麼多的 你說要進去還是要進去 也算不知道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們如果是用這種方式 這種漢政 來騙我們家事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能說話 你如果觀察員 又不是一個正式長久的觀察員 又是一個臨時的 又叫你跳到一個無主權的 這種定義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這種的 我們電動就不用去 也不用答應 這個部分我願望我可以幫你 我都很小心處理這件事 是 因為我也有看到 其實我們在華國共和委員會 這麼多年 我相信部長也知道 我之前也一直主流說 對方說2758決議員的時候 我們要正式標台 我這兩三年都看到 我們對部份標台 越來越直接 越來越正面去回應 過去一開始 當然 我們幾年前 我們還在說什麼 我們是 只有公衛頂管的表現 現在我們都有正式 我覺得這很好 我們正式跟 說2758決議員其實跟台灣沒有關係 那是處理中國代表權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好 因為這就標示台灣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 中國沒有代表台灣 我們每次 如果現在說2758決議員 我們就跟他回應說 那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就是 標台我們主權獨立的意思 第二 我覺得我們 我們刷入來 可以減少的部分 就是 WHO 還有現在很多國際組織 他們自己的這個民主 這個 這個組織內部的這個民主制度 民主獨立 這個 這個 內部的這個制度 都向 這個 很大的批評 所以說我們其實現在 可以刷入來 可以強調說 台灣 不管說是民主 自由 人權 我們整個政府的制度 都是在亞洲裡面 都是排 全幾名的 不管說是用 一個這個 包括這個 經濟學人 自由之家 包括 很多這些 國際組織 在評比的時候 都是亞洲裡面 排全幾名的 所以說 讓台灣跟這個 WHO 不只是說 對這個公衛醫療有幫助 包括對一個 國際組織 一個民主治理 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是在亞洲裡面 我們是一個民主治理上面 保持透明開放 自由 而且一個有效率 尤其這次的 我們的防疫 就可以看到 民主不一定代表 沒有效率 又有效率的治理 我們可以代給國際組織 一個正面的治理模式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參與 要不然人家會說 你就來做觀察員 你不用說話 不用表管 你什麼管理都沒有 但是我們組織的給你 你看現在坦德塞就說 你不用那些改革 我也是照相給你了 我們就可以跟他說 我們加入 不只是公衛上面 也不只是我們需要你的資訊 我們還可以幫助這個組織更開放透明 因為我們在亞洲裡面 我們的民主制度 我們的有效率的民主制度 是敗前幾名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接下來 我們可以把這種論述 我們就會在幾個部分都很周全 一個就是 主權的部分 我們不承認2758決議員 跟台灣有關 第一是公衛的部分 為了醫療全世界人類的公平 我們應該要加入 第三 我們把這個組織 對這個組織的發展是比較好的 所以對他的公開透明 跟這個民主治理都是更好 這樣我們這三個都去說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難 當然他們可以用這個多數暴力 不讓我們加入 但是我們的論述的正當性會很強 請得多加不夠爽口 是 感謝王議員 好 謝謝我們林昌佐林委員 部長請回 接下來請問易小雲委員 主席早 我們有請部長 請部長就被尋台 主席早 部長早 部長 部長有20要交 是 有一些委員動作評評 甚至人AIT也在插隊 怎麼說 AIT建議我們的總職 我們的職棒要改名 部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有看到媒體報道 但是我看到AIT有出來說 他不是這樣說 可能我們這邊的媒體 可能有過度的隱身 這樣嗎 我們淡江的戰略研究所 那個教授黃階正說 如果要改 那就要依法 依規定來辦理 那如果 反正回來說 如果我們的外交官 我們的主席代表 要跟美國建議說 你們職棒改名 你看看這樣子 美國會引起美國的不悅嗎 委員 委員 我跟你講 你面對AIT建議終止改名 這個前提就是錯誤的 因為AIT有出來說 他們根本就沒有這樣說 所以我想接下來 有關於改名的部分 建議是不要去扯入美國的這個不悅 比較好一點 對啊 看救殺就看救殺 我們這個政治 應該遠離政治 我們不要把那個政治 拖進來這個球賽 別說我們這樣 改不了國民 改不了華航 就都在用職棒來改 我覺得這樣子 對我們國家不好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各種聲音都有 要改名或是每個人都有 甚至說 我看你這個 你面前的黨會還是國會 看不出來是黨會還是國會 這種討論都有 但是台灣就是一個民主國家 台灣的那個美 我們應該想想 我們的外交 我們應該認真來打外交 對沒有錯我贊成我非常贊成 對我非常贊成 我非常贊成 上次國安局也有說 我們現在來講到外交 我們的國安局也證實說 大陸有可能在這個疫情緣緩之後 可能對我們的邦交國出手 那部長你看 我們邦交國有幾個國家比較危險 對嗎 我在這邊 因為這個是公開的場合 所以我沒有辦法進入那個 實質的細節的針對性的這個討論 但是可以跟委員講 就是中國的動作通通都沒有停下來 隨時都有 他們是隨時都有 好幾個地方我們都看到中國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來談談我們的巴拉圭 剛剛江偉也在說巴拉圭的事情 巴拉圭最近 4月17號 台北的參議院 那個巴拉圭參議院有進行表決 還好我們是以25比16 保有我們的這個邦交 我想一下部長 是 巴拉圭這個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更緊張 有 我們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盯得很緊 那巴拉圭也是一個民主國家 那國內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 那現在的阿布朵總統 跟我們之間的那個關係是非常的友好 那但是他們同樣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他們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 那我們也必須要去尊重 那為什麼我們叫做林鄭的時候我們要把大使召回來 這不是很危急嗎 因為在其實大使他這一仗打得還算不錯啊 我們沒有被火絕掉啊 還把邦交他贏出來是盡力啊 他這一仗打得也不錯 我們這時候把他召回來 我在這邊不能夠針對任何個別的大使的作為 從來沒有過啦 我在這邊也不會做 就是針對個別的那個大使喔 有任何的這個評論啦 但是有關於周大使他是 已經任期到了就要回來了 任期到了 我們新的大使 對方已經同意了 我們的大使一任任期是多少 三年還是三年至六年 那不是兩年嗎 就已經調回來了 就已經調回來了 我想如果說委員 要針對我們任何的個別的人士 在這邊來給我們施加壓力的話 我想這個並不是很恰當 我不是幹於人士啊 我不是真的 我跟講我不是幹於人士 我們就是說 大使該回來就回來了 巴拉圭的僑民 為了這個大使被調回來 他們很不捨 甚至到我辦公室來要申訴 我說我沒有辦法 後來我還要求我們開一個記者會 我想記者會大家都很清楚 都有看到 我有看到記者會了 但是大使 大使該回來就回來了 大使該回來就要回來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大使這次回來是正常的輪調 我不會針對大使的個別的這個狀況 跟在這個公開的場合來做說明 還是他是不是出狀況 我不會在這邊做說明 但是我再跟委員強調一下 就是說一個大使在外面 如果認為說該回來 他就是該回來了 那如果他是有公的話 我覺得我們會來做 我在這邊也不會跟大使說 他是有公還是有過 那他在外面這麼認真做事 他為了看 我們每一個大使都是認真做事 同一個黨的支持 真的啦 委員我真的跟你說 這麼有的沒有的 真的跟委員 真的跟委員 不要針對個別的這個人士 在這邊來做說明 不是我是說這草民的新生來跟我投訴 那我想說也讓大使 那個大使主要的工作是在從事外交的工作 對 如果我們認為說他該回來 他就是該回來 所以他做好做壞都是一樣 我認為他該回來就是該回來 我在這邊 我在這邊不會多做說明 跟委員報告 這樣對大使 部長 外交外管 如果是一個外管人員 如果他是很認真的在工作 應該我們要給他一個 大使是不同的職務 如果是一般的公務人員的話 給他一個肯定啊 不要說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就 我不曉得說委員的這些資訊 是從何而來 但是大使的工作 是要由總部這邊來評估 那如果說總部這邊認為說 大使的任期已經到了 該回來了 他就是該回來了 那我想 回來說 我們也不要說 他什麼有什麼出錯 什麼狀況出差 因為 委員我建議 你不可以再對個人來處理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 這個5.20總統就職 就要搞了 那最近英席立委提案說 兩岸人民的關係法條例要修 要把國家統一這個文字要刪掉 那被解讀了 民進黨正在向華裏台獨前進 請問部長 有沒有支持這個修法 針對個別委員的不同的這些主張 我們都予以尊重 我們不會去干涉個別委員的個別的做法 我想請問部長 您的看法 您對這個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在這邊沒有個別的看法 委員的這個主張 這是你的專長 你回答這個有什麼困難 你是支持還是不支持還是說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這個跟我們的外交關係是無關的 跟我的職權是無關的 所以我在這邊不會說我支持這個委員 或者是不支持這個委員 不是說支持 是說對這四個字 國家統一這四個字拿掉 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看法 我沒有立場去贊成或者是反對 一個立法委員 不是針對外交的這個發言 如果是針對外交的話 我一定會發言 我們想說 因為這個是對國家很重要的 因為他這樣子的話 要維持兩岸的和平的話 我想這個時候應該要慎重的考慮 我想委員的看法我們很尊重 慎重的考慮 因為這台海和平 這四個字拿掉可能也是對 這四個字拿掉可能比較好 如果委員你的公反 國家統一 我們還有那個博委委員 他又說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想我們在這裡開不了 非外交的部分我都尊重 這有一個問題 你也知道 我們這個 不好意思 時間到了 下次再問 我請問一下 北米 我現在最后一個問題 北米 他說 一百二十萬 過去是一百萬 一百萬的時候 買了我們不買 口罩的時候 他們把錢現金給美國 美國是 洛杉磯的市政府 他也感謝 感謝他們 不是感謝老百姓 他是感謝我們的經文處 所以現在第二倍的錢又來了 也是要跟我們買 我已經開了這六個月 是在調費 我也不知道 不曉得說 他這個是不是有 有幫你報告 還是說你怎麼去跟總統報告過 甚至因為 大家人都在關心這個事情 美國這些人 那個 溫委員不好意思 這個問題就請我們外交部 在事後回答笑 美國看要對這裡 去這裡 有關於送口罩的這個事情 我們跟喬委會 已經達成一個合作的一個共識了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溫義小溫委員 來 部長跟市長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陳部衛生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部衛生委員 我們請陳部衛生委員 我們先問一下 我們現在知道有多幾個國家在幫我們贏 他們贏的方式有多一種方式 多一種方式 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們的友幫 我們的友幫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幾個 替我們連數 替我們提案 他們為什麼準備要等大會 面前替我們講話 這是友幫的部分 非友幫的部分 可能有一天間間間間間間 關閉到外交方面的默契 所以不適合我 我怎麼再說 但是我們三個禪民 頭這個禪民 就是說 Dimash外交的造會 那現在真的在進行當中 那另外一個就是連署 這個也在進行當中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會議裡面替我們聲援 那這些都在進行當中 好 我們的經理報告裡面 包括紐西蘭 加拿大 日本 美國 他們都不一樣 甚至包括外交部長 這個國務卿 或是這個 國貿的部長 首相都招出來 替我們講話 那另外呢 一千年一半年一九年 這個提案 如果有經過這個統計 有十一道 十六道 十四道 那今年呢 目前 我們有可能 在幾個這個 所理的時候 參加一個進政的所理 是政家還是減少 理論上近年應該要政家 但是第二的題目 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有可能 會用什麼樣的名 進來參加這個 國際的衛生組織 有可能 我們的提案的時候 都說台灣 都說台灣 但是他們給我們看什麼名 不一定 如果說可以進去的時候 還要用協商的方式 我們最主要就是 名字不是說改動了 但是 我們去參加 不管是委員 還是觀察員 我們一定是 單獨的參加 我們不是其他國家的一部分 我了解 但是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郵邦在提案的時候 他們是用什麼名字來台灣 也是用台灣 所以意思就是 2009年到2017年 我們離開的觀察員的新聞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堅持用台灣 那現在是台灣 那個時候 我們做觀察員 在WHO裡面是 台灣China Province of China 剛才也有說到 在香港五年的時候 簽這個秘密備忘錄 廟後 台灣就只可以用 台灣中國的執行來參加 但是 從頭到尾台灣 到底有堅持 要用台灣立立 還是說 我們可以接受 用台灣中國的執行 甚至是中華台北來參加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對 跟委員報告說 在2009到2016之間 是 因為我們不是在政府裡面 所以不能替以前的政府 沒問題 沒問題 但是現在 就是說 我們所有的提案 還是拜託其他國家來替我們講話 都用台灣的名字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能力氣的時候 到底這個名字 要用什麼 可以讓大家接受的位 這個要再堅持 我們用台灣的立場是堅持的 但是我們國際的現實 有可能會把我們社會 修改一個名字 譬如說 到現在 沒聽到 還沒進去到那個斬除案 好 蓬佩奧曾經說過一件事 他跟坦德塞 心前化聲 他說 你可以邀請台灣來做觀察完 這是理解這款 就能夠決定的 但是這幾個月裡面 雖然是美國說的 如果有創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 WHO美書長 如果有看邀請到 這個觀察完來參加會議的時候 他有三個可能 第一是提出會議要請請 第二是 已經去用請請做全會員的領土 那第三 已經簽署 但還沒接受 還沒接受 WHO組織法的國家 真不好意思 我沒做在這裡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如果要邀請 我們 用理書長邀請的方式 他會變成是 台灣已經放定期去了 就是這個第二項 叫做以待會 申請為準會員的根據地 如果是這樣就有可能也是 連任愛花的可能 我們不能用這種方式 對 對 我們台灣會去參加的前提 就是說我們台灣 不會作為其他國家的一部分 對 正確 感謝 那除了WHO WHO WHA以外 我們今年有推薦什麼 家圓要參加其他國際組織 還是說 我們現在外交部 香港出台的方向式 在哪裡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的上半段 最重要的就是 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參與 是 那接下來還有聯合國 還有 還有那個 Interpol 還有IQ 那這個都是我們努力的這個方向 是 我特別注意到 有一個這個GCTF 全球合作家訓練結構 那這在公約的基幹 包括我們使用 視訊的方式 包括我們這個交換到 專業的信息 我相信都 成現了很大的效果 那 這陣子呢 也包括 紐西蘭和澳洲 他們開始要做這個公約的連線 也有叫台灣來參考看看 這是南島與市大聯盟 那再來呢 我們有知道 包括防疫松 這是 民政委會一定有同期跟AIT 做火來辦的這些東西 我想要說的是 剛才到過期傳統的 國際大型的組織 好像沒有參加 就不是國家的那種組織以外 其實我們台灣在這次的防疫 期間表現得很好 也只有可能和世界 其他正常的國家 有可能來造成不一樣的聯名和會議 那我想 在這次的尤其是先破水法 過去連學國一個很大的 那來 這次因為防疫期間的破水法 就是說 算到整四個都是 那我們可以這樣做起來 扣扣扣扣扣 扣扣 那在某些議題和這些合作 某些議題和這些合作 那我想用這種 這個由林開始起步的方式來著 有可能 有可能 也是未來的一種路線 不一定還是 這就是200個國家參加 所以我們都要哪裡來參加 有可能 這也是一種新的連線的方式 某些議題聽起來怎麼樣 呃 呃 委員你給我一兩分鐘的時間 好 算明這個GCTF 好 你說的沒錯 我們一個 大的這個 組織 國際組織 我們台灣要去參加 有時候龍法頭 我們還沒辦法進去 對 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但是對 到最後參與的那個成績 可能大家會覺得失望 那但是如果說 可以針對我們台灣的這些強項 不管是公衛 不管是父女父權 或者是環境 等等的這些議題 那我們台灣如果說在 啊 這邊跟美國跟日本等等的 可以召開一個區域型的會議 那我們台灣就可以把我們的 這個好的這個經驗 分享給其他的國家 這個就是2015年 我們跟美國簽訂GCTF的一個 最重要的目標 那到目前為止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些議題之外 還有那個 反對假訊息 就是那個 反假訊息的這些作為 還有區域的這些 非傳統的這些安全的議題等等的 那我們台灣都有很多的強項 那也跟美國具體的來合作去 幫助區域的這些國家 那從去年的2月開始 很高興的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日本已經加入了 所以這個是台美日三邊的一個合作的機制 讓區域的國家能夠加入 那我們也陸續推廣到其他的國家 包括澳洲或者是瑞典等等的 他們都有機會來參加GCTF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利用我們的強項 來做這些區域的工作 那這就是委員剛才說的 我們會繼續打招 其實除了這個大型的以外 我們用我們的專項來組織 甚至是包括你說台美日的定義 很厲害的兩個國家都參與在裡面 這其實是提高台灣 在國際人權度的一個方式 那再來呢 其實我想要強調的東西是說 我們外國沒有參與到國際的系統 還是會議的時候 其實都要獨立到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處境比較困難 要讓我們知道幾件事 第一 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這個比較重 你看看五年開始美國地口調查 這個 美國人跟中國人到今年 是這個 66%美國人對中國是負面的看法 那再來呢 第二是要 第一 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第二 在國際參與的這個方式 可以增加其他的方式 那第三呢 台灣其實等級 跟中國在對抗 包括到街信信 包括到這個用銀彈方式 甚至是文攻武後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用這個方式 來提高到國際的民憲党 是我們在做外國工作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拜託 部長繼續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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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部委員 陳部委員 部長跟我們市長請會 請 蔡司英 蔡委員 感謝主席齁 能不能請部長就背群台 請部長 請部長 我想請教一下 剛才有部委員提到我們的對外關係的部分 有提到這個海地跟巴拉龜 那海地我們是不是要確認更換新的大使 確認了嗎 在作業當中 在作業當中 國外政府已經送 照會已經送給外國海地政府了嗎 我們現在正在作業當中 他們還沒收到還是他們已經收到 已經在作業當中 對方也已經了解 但是我沒有辦法跟委員講細節 OK好 所以確定就是會更換大使 那我們巴拉龜的部分也是會更換大使嗎 也會更換大使 好 那我還是要特別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上一次的這個表決 我就很好奇 這個案子你們有沒有掌握內容 有 提案的是哪個政黨提案的 左派大聯盟 他們的左派大聯盟 他們在參議院有幾席 七席 六席還七席 有時候說六席就說七席 七席 那他七席就有支持16票反對25票 支持就是支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嗎 他們是在推一個聲明 對 那這樣七席另外多出來的 這九席是哪裡跑出來的 也是反對黨的 是藍黨的嗎 藍黨還有不同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反對黨 藍黨現在副總統是藍黨的嗎 是不是 不是紅黨 總統跟副總統都是紅黨的 紅黨 藍黨也當過總統副總統嗎對不對 有 有嘛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過去藍黨在執政的時候 跟我們也有維持不錯的外交關係嗎 不過是部分藍黨不是所有 是不是 不是 藍黨 所以藍黨在國會參議院有幾席啊 我不太清楚 沒有馬上 但是他們比較多 他們現在就是在巴拉規國會最大的黨是紅黨跟藍黨兩個 對啊 我的意思是他們好像就是十幾左右 差不多 所以幾乎他們全部都支持了這個聲明案 所以這問題就很大了 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這樣子的話 那代表藍黨跟左派政黨至少在這個議題上就是合作的嘛 有可能嘛 有可能 對 那我為什麼這樣問的原因是藍黨是有可能取得執政的一個政黨 他也是最大的在野黨 他曾經也執政過嘛 執政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就這部分外交部可能要必須要好好地想一下 後續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 這個雖然我們跟現任總統的關係不是要是紅黨的嘛 但是最大的在黨藍黨也曾經執政過 那今天他們用這樣的一個政治態度 是不是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們在那邊當地的工作方面 是不是有所疏弱或等等 所以我認為就外交部來講 在這件事情 呃要非常的小心跟注意啦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除了巴拉規之外 我們的邦交國啊 還有沒有哪些邦交國 也有做過這樣的聲明的表決 或者在他們的國會中做出這樣的提議 呃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 剛剛部長有提到 其實中國在我們邦交國的動作是一直不斷的 是啊 他其實透過國會 是有很多這種類似的動作 所以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走國會外交就對了 呃 他們其實也 已經也很多年了 對啊 那因為我們 我們也認為在我們的非邦交推動國會外交 中國政府在他的非邦交國 也推動他們的國會外交就對了 是 所以這些邦交國 我們的邦交國有許多都有 個別的委員 個別的國會議員 提出相關的一些聲明或決議 但不見得會通過 或者可能提案就被封殺了都有可能嗎 是 我覺得就這部分來講 我想外交部必須要做個內部的統計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好講到這裡我還是要講一下梵蒂岡 是 部長你覺得最近梵蒂岡的態度跟我們的關係怎麼樣 呃 梵蒂岡跟我們的關係仍然很好 但是在梵蒂岡 因為他們的這個既定的這個政策 所以我們面對了一些不確定的這個因素 這個知道吧 他們有個叫公教文明 中文這樣翻 就是義大利文 對 我們知道那個委員所說的 他出了簡體中文版齁 你看完他的內容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外交部應該有人去研究一下內容吧 有我們都有在觀察 我們歐洲司應該有在研究嘛對不對 有 請教授你覺得他的內容我們覺得很滿意嗎 來 那個我請歐洲市長 來市長 你怎麼看這個內容 市長八委員 這個公教文明這個雜誌基本上 他是在19世紀的創刊 我知道啦 內容我都曉得 非常這個久遠的一篇 他一定程度的代表梵蒂岡的聲音吧 沒錯吧 他基本上他是跟梵蒂岡有關 討論很多神學 然後包含就是一些社會的議題 那 所以說他並不是說最近突然 創刊 然後有個簡體的中文版 其實他在很多的層面 他試著想要傳達 這個教廷對一些議題的看法 那基本上對於他現在出這個中文版 事實上就是在 這個教廷這一系列 我為什麼這樣講 他出中文版 不是只是把語言翻譯成中文而已 這麼簡單這個事情 他其實有提了很多 中文的專刊 專欄內容 沒錯吧 我的問題是在這裡 對 他沒有選到台灣啊 沒有他基本上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現在他們跟中國 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是透過這樣看 可是他在裡面對中國 哇這個期許非常的多 好幾篇的文章 寫得非常的 我覺得有點慘媚了啦 然後甚至說 還寫到跟中國人民的寶貴傳統友誼等等等等 然後整篇都沒有講到跟中華民國的關係啊 我不曉得簡體中文版是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思就是這樣就對了 他真是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說他的語言叫做中文 其實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 全世界不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用中文而已啊 對但是他在做一個 他在做一個議題的論述啦 我想他的對象是 對他的議題就是不理台灣了 因為現在中國的教會 如果照你這樣的講法 他的議題很清楚就是 他心中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對於台灣他都很不care 我覺得也沒有辦法透過這樣刊物來詮釋說 所以我才問你說這個刊物是他個人 這個刊物到底有沒有代表梵蒂剛的看法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啊 我剛剛只要先問你啦 你們的認定是有或沒有 我個人覺得他就是一個學術的刊物 對他就是個學術刊物 然後那所以他們的學術刊物給梵蒂剛的建議 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走就對了 他在做一個論述 他要把教體的意見對教會 然後你看看他們的標題第一頁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他們跟梵蒂剛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放在一起 然後甚至新聞裡面也講到說 中國捐助口罩的事情 台灣也有捐口罩啊 為什麼這個刊物上不能寫上去呢 他不是不能寫而是在於 他沒寫啊 他是一個學術的刊物 對啊那他的學術居然在討論 人外政策 口罩這件議題上面的話 他為什麼不願意把台灣這麼吝嗇 這邊文章我把你們看過他出了幾篇文章 4月23號才該死的嘛對不對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寫了大概六七篇七八篇文章啊 我沒有看到寫到關於台灣的議題 都還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 裡面還有一篇 他們的部長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 見面會握手見面會 我也沒看到他跟我們的部長 或者跟我們的外交駐梵蒂岡的大使握手見面會啊 也都沒有啊 警報委員 這個我們都觀察很仔細啦 那這個事實上是在他們在做一些這種類似這種對話的一個過程 我當然曉得 我意思是說我們要扮演台灣在這件事情 我們能做什麼事情 他也可以出一個繁體中文版啊 我們可以來跟他談啊 這就是一個策略方案啊 是啊 我們事實上跟教廷有在這方面的合作 不只 那我們的合作具體的是什麼 我們有繁體中文版嗎 呃 不是這一篇 不是特別針對這個學術 我的問題嘛 他出了一個簡體中文版 說是for中國的嘛對不對 沒錯吧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要跟人出一個繁體中文版for台灣的咧 其實 這就是一個策略方案之一啊 有沒有想過 我們現在還跟他有邦交耶 我們基本上跟教廷的合作非常的廣泛 包含 包含這個 我們跟他合作得非常的廣泛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看不到啊 都是我們自己內部在講的啊 我只看到 梵蒂關的對外宣傳裡面是講出來 如何迫切的期待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 呃 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他基本上在討論一個就是 呃 教會很多的問題 你講了那麼多我都知道 但你沒有問到我要問的問題啊 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的因應知道在哪裡 我們的因應知道在哪裡 是 報委員 我們的因應知道就是 我都覺得 簡體中文版的這個版本裡面 有沒有可能想要出現台灣 我不能說沒有可能 但是 你覺得有可能嗎 我不會說沒有 我會問你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發表一篇 發表一篇 你就學術看文學討論嘛 發表一個 他跟我們台灣的大使 或者我們的部長 跟他見面的內演的內容放在上面 有沒有可能 我不會說沒有可能 對 市長 來來來來 市長你說有可能是不是 我不會說沒有可能 那你跟我說有沒有可能 欸我們是邦交國欸 我們現在 我們如果是非邦交國 你講的這些我都同意 對但是報委員這是一篇刊物 這是一個學術的刊物 對啊那他學術刊物 為什麼刊登了一個 他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部長 的一個見面會的內容 這哪叫學術刊物啊 你一直說是學術刊物 我就告訴你 他不是學術刊物了啊 他的內容裡面寫在 就不見得全能是 也有新聞的議題嘛 那我講的 居然有新聞的議題 他也有可能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長 有一個見面會的新聞議題 有沒有可能跟 我們的外交部長 有一個見面會的新聞議題 當然都是有可能的 你說的喔 不會沒有可能 你說的喔 你要不要定時間表出來 但是他是一個學術刊物 你要不要定時間表出來 其實我想跟 你有沒有辦法定時間表出來 我想跟我的報告 就是說 教廷不是只有這個刊物 教廷很多的刊物 那你告訴我 你找出一個教廷 繁體中文的刊物出來 可不可以 這是我的要求 謝謝齁 部長為什麼要特別跟他講齁 其實我知道 這不可能的事情啦 這篇刊物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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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刊物它的注射點在哪裡 你有沒有曉得 它注射在微博上面啊 所以不會出現台灣啦 我還要講的是說 我們要去了解那個狀況啊 是 所以市長你剛剛講 我先幫你吐槍 不可能的事情啦 所以我們要想怎麼樣面對這個問題 謝謝 好 謝謝薇 謝謝蔡司英偉 邀請李毅玲 劉瑞 謝謝 謝謝主席 請吳部長 請部長就被巡台 李毅委員好 部長 在五月十八十九的時候 就開始要舉辦了這個世衛的大會 是第七十三屆 對 那我們台灣 是以台灣的名義來申請加入這個觀察員 還是有其他的名義 我們請友邦或者是裡面相近國家為我們來發聲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名稱 就是講台灣 就是台灣 今天早上特別 我看到外交部有在發言說 如果用中華台北你們也會接受 是嗎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 那你再說一次 那個 這個名稱的問題是很敏感的 但是 我們所有要參與的這個 最主要的內涵 一定要確定說我們台灣不是其他國家的一部分 那要確保這一個部分之後 那如果說有什麼樣其他彈性的這個方式的話 那我們才會去跟其他的國家來進行協商 是 所以目前我們是用台灣的這個名稱 去爭取去申請的 如果中華台北是可以接受 那我剛才就這樣說 就說一定 因為我們不是其他國家來進行 早上你們也有這樣子發言 那最關鍵的是 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就是在決定的 他們有2加2的會議的辯論 所以我們能不能加入這個做觀察員 用視訊可不可以同步 這個很關鍵在這個禮拜 所以您的發言 外交部的發言是更加的重要 那尤其是我們因因期盼 能夠再加入這個世衛大會 這個WHA 那但是我們看到 各國也有幫我們正式的發文 也跟我們連署草案 尤其是美國也發了這個草案 希望有幫各國來幫我們來爭取 但是美國始終還是沒有老大哥的身份 站出來 因為他在這個世衛大會 他的捐款將近佔了一半 他如果能夠挺身站出來幫我們發聲 那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我們再加油再努力 好不好 好 那本習在這邊也是希望說外交部 我們也要做好一個 其他的替代的一個方案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辦法加入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找其他的有幫的國家 我們自己來辦一個視訊的會議 來分享我們防疫的經驗 跟大家一起來 讓大家知道說我們台灣 願意來資助來幫忙這個防疫的經驗分享 還有醫療的物資等等 讓我們在國際的聲量來提高 這樣子的方式 部長您認為好嗎 我覺得委員的這個想法非常的好 而且也是我們外交部 那你們有沒有努力朝這方面去做 會會朝這方面 有努力幾個國家了嗎 已經在朝這方面推動 有幾個國家 那我們透過這種雙邊的這個視訊會 大家也都看到我們 是 我們要能見度更加有話安全 那另外還有多邊的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當中 那我們也會透過GCTF這個平台 來做跨國的這個有關於防疫方面的這個合作 那所有都在推動當中 那你現在努力哪幾個國家 目前你不要講國家名稱 大概有幾個國家 講數字就好 有關於那個我們多邊的這個合作的部分 所有理念相近國家都是我們接觸的這個方向 目前大概數字 還有我們的友邦 我們是希望能夠有越多越好 目前呢 蛤 比較穩定有幾個國家了 不可以這麼說 對啊 沒關係啦 沒有講國家 如果說召開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幾個國家派的代表來參加 那另外有關於GCTF的這個部分 除了台灣、美國、日本之外 還有其他的那個區域的這些國家都會派人參加 只要是我們台灣做得好的 我們一定是不會吝嗇跟其他的國家分享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精神 所以我們外交部我們自己有備案 有 那我也希望說如果說我們辦成了這個跟其他國家的視訊這個會議的話 也希望我們透過這個網址跟點閱的方式可以用公開 讓大家都能夠了解 好不好 當然視訊會議就是 要朝這方面可以公開的 直接點閱 除非說是雙邊有默契 也可以說就直播了啦 可以嗎 如果說可以的話 大家都同意用直播的話 那當然是用直播 是是是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國際的能見度才會更好 有好不好 而且跟委員報告一下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之外 像我也跟其他國家的媒體都有這種對談 我們的副院長 陳副院長也有跟其他的國家的這個對話 這個是公開的 還有唐鳳為政委等等 還有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那這些都有在做 這些都是跟其他國家去分享我們的這個抗疫的這個經驗 是是 我們在防疫這個經驗跟大家分享 在各國世界上大家都對我們非常的稱讚 我們要借用這次的契機好好的做好不好 我們會 那部長接下來我想請教 馬爾蒂夫這個案子 你不知道有了解嗎 有 在3月份的時候就聽說這個疫情的關係 他們已經鎖過 那我們很多當地要撤僑 有用華航的包機方式回來 那但是這次包機有發生一個trouble 就是說有當地的這個游泳教練潛水教練 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大概28人 沒有辦法搭上這個5月4號這個華航的專機 中間的輾轉 外交部沒有辦法協助反而是推卸責任 而且沒有幫忙 這件事情你大家可以做一個說明嗎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人通知他 雖然說我們在馬爾蒂夫沒有這個駐外的代表處 但是我們在印度的話我們有辦事處 所以這個青賴這個地方有沒有通知這28個人 跟委員報告我們絕對沒有推卸責任 華航的這個專機 他被認為說這個是可行的時候我們就立即通知在馬爾蒂夫的這些國人 讓他們來登記 那但是對於馬爾蒂夫 我說是針對這28個人 針對馬爾蒂夫的這些國人 但是他們要從馬爾蒂夫到德里 新德里這邊去搭飛機 到印度這邊 這一段的包機 這一段的包機是沒有辦法去彈成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 從馬列到新德里 對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繼續努力當中 就是看有沒有其他的國家的其他的航線 能夠有這些包機 那如果有的話我們都會對外面來做錯 因為現在鎖國了 其他國家也沒有包機 一般這個他們的轉機啊 都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是香港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有在 都是我們的國人 我們都要重視 要把帶回來 我們有在談 是好不好 那因為包機的費用 他們特別開出的這個媒體 來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不是因為不負擔這個飛機的這個 包機的這個費用 而是沒有接到我們第一線的通知 我們那個親愛沒有通知他們 所以這個再去澄清 我們現在不再講這些事情 但是最積極的趕快協調協助 把他們帶回來 有 我們只要是在海外 有任何的國人想要回來 我們這邊都有列案 就是一個一長串的 現在還有其他國家嗎 還有其他國家 要包機回來的 但是人數很少 我想從那個東亞還有到那個 東歐還有到拉丁美洲 亞非等等 很多個地方都有那個國人 但是他們的人數都很少 所以我們在想辦法 讓他們能夠去搭上其他國家的那個 轉機的方式 轉機的方式回來 我們都有在處理 所以我希望說 因為這個疫情 雖然慢慢在台灣已經減緩了 但是在國際上 還有一些國家 疫情反而是很嚴重的 沒有錯 所以也有包括 也有撤僑的情形發生 如果像沒有撤僑 像部長剛剛講的 人數比較少 人數少也是我們的國人 我們輾轉也是要支助他們怎麼樣 協助他們 趕快的回來 我們要保護他們的安全 好不好 之前就可能也有媒體報導出來 就是說我們的國人 是其他日本的包機 或者是說我們的包機 有其他國家的人來做 那這些都有在做出來 是因為有時候包機的費用真的是比較高啦 但是沒有辦法 大家現在安全回來最重要 好不好 好謝謝李玉琳李委員 來部長跟我們市長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陳以信陳委員 好謝謝趙偉 是不是請吳部長 來請部長就貝群台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這個520 現在有很多外交國安人士調動的新聞 那麼我們也知道外館可能會有大幅的調動 我這邊要請問就是說 現在全球疫情還在蔓延 很多地方現在的政府 大家都還是部分的功能在上班 那麼很多的僑界 那正要大家現在 像美國華府 現在眾議院都還沒有辦法繼續的開會 那麼很多的僑界的 大家也都還在關在家裡面 都還出不來 現在外館在全球做大幅的調動 包含在美國各處 有沒有時間讓離任的大使代表跟館長 好好的跟我們的當地政要跟僑界人士說再見 跟委員報告一下 正常調動不會因疫情而停止 所以都不用讓他們跟大家說再見 但是沒有大規模的調動 那調動的時候的一些傳統做法 也必須要視當地的這個情況而進行 而決定 離開之前沒有辦法跟當地政要僑界人士好好說再見 新任大使上去也沒有辦法去拜會當地政要 陳帝國書 這個時間點這樣子調動好嗎 我想有一些調動 必須要調動還是要調動 那個跟當地的這些政要說再見 這個不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 那要跟新任政要拜會啊 成立國書 新任大使也要成立國書啊 跟新任大使 新任大使跟當地的總統成立到任國書 這個是邦交國 應該都可以來進行 部長我這邊要說哈 全球疫情不是配合520 我們520要調動 人家沒有辦法配合你調動啊 所以我要交代 就是說希望 我再講一下 那個大使代表的這個調動 不會是520這一天 但是他們有定期的 每半年就會有 所以我要請部長特別注意 因地質疑 很多地方我們不能夠失禮 大使您之前離開美國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也有類似的案例 就是我們希望不要失禮 然後還有地方不要發現外交真空 這個外交部能不能做到 絕對不會有問題 好 來下一張 部長 最近 在我國東邊這一邊 沖之鳥這邊又出現問題了 我國對沖之鳥的立場是什麼 對沖之鳥的這個主權的主張的話 它到底是倒還是礁 你要讓我說明啊 對沖之鳥的這個主權 這個是沒有疑問的 那對沖之鳥這一個地方 到底它在國際法上的這個地位 我們跟日本之間是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對我們的漁民最重要的 就是說能夠去那邊捕魚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就必須要確保我們漁民 這個捕魚的權利 那我們都在跟日方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我們有權利在那邊捕魚對不對 因為我們視之為公海對不對 我只有說我們漁民有權利去那邊捕魚 我們跟日本的立場是不同的 日本3月24號 在這個八重山以南的海域 兩度驅離我們的漁船 八重山以南的海域跟沖之鳥 跟沖之鳥是兩個不同的意義 對所以我告訴你 四月初這個就是沖之鳥 兩度向我相關單位示警 叫我們的漁船不要過去 我國的立場是什麼 做法是什麼 有關於我們的漁船被趕 我們都會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請我們的海巡署去協助 第二個我們會跟日本提出抗議 我們的駐日代表 謝代表在那邊做了什麼事情 我們的駐日代表處 還有我們的那個台灣的台日協 都會跟日本提出抗議 這兩次日本四月初兩度向我方示警 你有提出抗議嗎 有 你的訓令是什麼 只要是我們的漁船 在我們自己的這個海域 或者是說在我們認為說 我們有權利去捕魚的地方 去捕魚而被日本驅趕的話 我們一定會抗議 對我現在就要求 你現在對日本駐日代表處 謝代表這次訓令到底是什麼 你要求他做到什麼 我請那個台日協的副秘書長 來跟委員報告 請 那委員 首先感謝委員 對這個外交部的關切 跟那個漁民權益的愛護 那向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那個沖之鳥 其實距台灣一千多公里 在菲律賓東部海域 跟台日是沒有重疊海域 我當然知道 那在沖之鳥的部分 因為各國對這個沖之鳥是島 或礁有不同的定義 那我們的立場是說 在聯合國的大陸交程 界線委員會做出正式的財事之前 政府是不採取特定的立場 但是呢我們會 要求日方繼續 你講的跟你們外交部之前 發公開的聲明是不一樣的 不過現在重點不在於 你現在要認定日方這邊的認定是什麼 重點是 日本他們在八重山以南 跟我們重疊經濟海域的地方 兩度驅離 然後在沖之鳥 叫我們漁船都不要進去 我現在就問外交部 對於我們的駐日代表處 訓令是什麼 要求他們做到什麼 是 官委員 在3月24跟4月1號跟4月7號的時候 外交部還有駐日代表處 還有那把辦事處 都有向日方做出最嚴正的交涉跟抗議 然後要求他們來正式我們在 把重山群島引南的這個重疊的海域呢 來緊述來進行對話跟智商 好 部長 我現在請部長 第一個 現在還在交涉 所以說要求你要這個丁林 駐日代表處這邊要嚴正交涉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今年台日之間的漁業協商停開 因為疫情停開 一停開的結果這些爭議就開始起來 所以 部長我這邊要請問 今年因為防疫的理由 一分鐘就好 已經因為防疫的理由 所以這個台日的漁業協商停開 但是你看到沒有 我們跟美國跟其他國家 都是用線上的會議在進行 今年可不可以要求用線上會議 重啟台日漁業協商 我們可以來跟日本方面來提出這個看法 好 我希望你能夠盡快的來跟日方提出要求 因為今年的這個協商 今年的漁汛器 大家爭執一直不斷 如果說沒有這個協商存在的話 兩邊之間在海上發生嚴重衝突的機會就非常的高 我今天有一篇文章在中國市報上面 也就是在談 希望能夠漁業召開 用線上的方式來召開 我現在把這篇文章送給你 請你回去參考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我們陳怡信陳委員 來 部長跟市長請回 好 接下來請王定宇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麻煩部長 請部長就被尋台 來 部長老早 我們快速來掃一下我們最近國際參與的一些機會跟一些困境 當然台灣幾十年來事實上都很辛苦 那有機會的時候其實也不代表絕對樂觀 紐西蘭他們現在推亞太隔離圈 這個隔離圈大概指的是防疫成效不錯 那各國本土境內病毒算是乾淨的 那不能永遠終止國際互相的互動 觀光 旅遊 各方面 所以透過隔離圈的方式 逐步把乾淨的地方恢復原來的國際交遊 把那個boulder 把那個邊境管理把它降低 否則現在哪怕台灣本身本土疫情已經超過28天零了 你還是不能解開邊境 這個對生活經濟各方面影響很大 所以紐西蘭的副總理這個Winston 他提出這個亞太隔離圈 裡面有特別點名到台灣 我第一個問題請教外交部 我們收到邀請了沒 沒有 但是有一些非正式的這種討論交換意見 他現在已經直接點名南韓 新加坡 台灣 對 我跟委員講就是說 我們的住處應該要跟當地政府開始去了解 他想幹嘛 沒有正式的 還沒開始正式的對話 但是有一些非正式的意見交換 所以已經有非正式的意見交換在談這個亞太隔離圈 那他的大概方向是什麼 所謂的對外隔離對內就是開放嗎 我的了解就是說這些疫情控制比較得當的這些國家 彼此之間能夠開放邊境 但是除了說我們的意識上是要開放邊境之外 我們自己的指揮中心 也要跟其他的國家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這個開放的時候 要如何來確保這些病例不會再進入到我 或者是說我國有一些可能的病例不會 部長 我看這個東西 哪怕四個國家五個國家六個國家 第一個 這各國之間的衛生公衛防疫單位變成要互相有聯繫 對 沒有錯 一點都沒有錯 數據要透明公開 你才能做這個邊境的降低或提高的管理 對 信任非常的重要 對 這個一定要先建立 然後第二個 因為邊境的管理簽到外交事務 這幾個國家的外交部之間也要一定的默契 所以就我們私下跟紐西蘭去討論這事情 它到底是一個倡議還是具體要做 而它做法是一個類似國際組織 還是一個臨時的協議或者彼此的默契 這個事情影響到下個月 因為防疫到底要防多久 疫苗 我們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來 所以這牽到這個裡面的市場 產值 互動 還有哪樣的條件可以再丟進來 它現在暫時不把中國放進來 是因為中國的數據不可信 美國也很嚴重 所以暫時也沒放進來 但有一天會慢慢往外擴 所以我們的外交部變成是在第一輪 被列入考慮的對象 恭喜在這些國際舞台上難得一見 這要謝謝我們所有防疫人員的付出 所以它大概方向是怎麼樣 我還沒有辦法去對外說明說 確切的方向或者是正式的倡議內容是什麼 那這個只是一個idea 讓大家能夠來進行更多的討論 那這個不會是一個國際組織 而是國和國之間 就那個疫情的控制 如果說能夠取得一些信任 那如果說在他們的mechanism上面 彼此能夠相互的認知的話 那我想這個開放 所以它有點像是兩邊防疫都做得不錯的互相開放 對 沒有錯 不只是兩邊 雙邊及多邊 對 就雙邊 雙邊之後它變多邊嘛 所以這一點我希望外交部可以跟上一點 然後我們未來在委員會可以定到最新的進度 一定會密切關注 因為這個是 坦白講這個對台灣是一個肯定 光這個提出有把台灣納入 就是肯定我們在防疫上的表現 對 沒有錯 接下來我看我們本委員會今天都很關心 即將到來的WHA 那5月18號的世界衛生大會 其實不能觀看這個點 5月20號是蔡英文總統的第二任就職演說 5月21號是中國延後兩會即將召開 所以剛好三件事情 518世界衛生大會 520台灣總統的第二任 521是中共兩會延後的舉辦日期 那目前看起來國際的壓力比以往更大 所謂的壓力是對世衛組織的壓力 他們認為台灣排除在外是一個不應該的事情 比方說如果我們這一次 我們的政府沒有提早發現網路上的訊息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耶 因為世衛組織沒有通知我們 如果我們又沒有在2019年12月發現網路上這個訊息 而且提早部署的話 我們可能雙方的飛機接下來的農曆春節 那樣子的交流下面 台灣可能會非常慘 所以我們不能寄望這一次守得好 下一次台灣仍然排除在防疫之外 那不只是台灣的災難也會變成世界防疫的災難 沒有錯 就外交部現在看起來 美國已經發起了主要國家的連署 有美日澳德英法 那除了這個連署以外 我們的友邦好像也有做了連署跟提案 有 你判斷今年這一個可能online的會議 線上的會議 今年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樂觀嗎 會被邀請嗎 跟委員程式的報告 我們還會有很高的難度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今年的參與的難度還很高 那我們就放棄了我們的這個努力 現在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各國施壓 因為這個各國施壓的壓力是擁有正當性 那Tedros譚德塞願意發出一次性的觀察員的邀請函 哪怕是開會的前一天 因為今年是online不用坐飛機過去 第二種是人家講在大會表決 但大會表決到底是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200個會員國 今年會不會有表決在大會裡面 這個詳細的部分我請那個國主事的市長 來請說 會好 報委員 這個其實在處理的細節方面 還有在未來差不多一個禮拜的交涉跟折衷 所以未來的七天是關鍵的七天 大概就是要方向了 是 因為未來七天有幾件事情要處理 今天美國 在台灣的AIT 表示要為台灣的記者爭取採訪權 當然他每天都有一個主題 一個是爭取採訪權 一個是我們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權力觀察員 那這些東西在未來一個禮拜會釐清 你的判斷 有一些議題是長久以來都存在的 當然 我們今天談的每個議題都長久以來存在的 我們非常感謝美方的持續的關注跟協助 很多國家包括阿貝等等 但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是不用在主權上打折扣 扎扎實實靠我們防疫付出的成果 贏得世界的尊重來幫我們發聲 不用在九二共識之下一個中國之下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所以今年外交不是零和的 他不可能有或沒有兩個答案 它是一個趨勢 如果聲援的趨勢 相較於2018 2019到2020 他一直往上走的話 那這個在外交上就是往好的方向前進 那至於今年能不能正式被邀請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一方面譚德賽後面的習近平要想得開 二方面國際的壓力要夠大 那這個這是一個試金石 因為包含了Icare Interpol 跟這個都有點相關 所以如果讓外交部來評估 今年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 的機率有沒有超過百分之五十 目前就現況 報委員 我們的回答還是難度很高 機會其實不大 那就是under百分之五十 我們還是要持續努力 因為百分之一跟百分之三十 它意義不一樣 但對喜歡結果論的人會以為是一樣的 我最後借一分鐘我要提一件事情 日本的媒體 在四月二十七號報了一個 這個我當時有跟部長講 我也到像日本那邊查 很詭異的事情 日本的民眾突然間收到郵件 寄口罩給他 要求收五塊美金 然後那個口罩是寫台灣來的 可是我們台灣並沒有 並沒有這樣的口罩寄出去 那這裡面就產生 收美金五元 然後台灣寄口罩 然後獲到付款的這個情形 然後那個口罩到底品質好不好也無從得知 影響到台 那時候剛好我們在口罩外交的一個當下 我查了所有的管道 我們並沒有開放這樣的郵寄管道 那駐日代表處也在查這個事情 日本有些單位在查說 怎麼會有一些民眾陸續收到台灣寄去 而且都要求收五塊美金 後來經過這幾天的了解 看起來日本禁止全世界一百六十國 油物的往來沒有進台灣 所以我們有一個自由貿易的區域在台灣 就是中國的貨可以寄到台灣 然後叫做貨轉郵 貨品轉郵轉到日本 這時候在日本那邊收到的郵件 是台灣寄去的 可是它是貨品從中國寄到我們的自由港 然後貨轉郵出去 像桃園的那個遠雄那個叫自由港 外交部有沒有掌握這個事情 有 他的狀況是什麼 為什麼會弄這個 這個動作其實是很小的動作 他想幹嘛 我們擔心的啦 就是說那個會去confuse日本方面 就是說我們台灣是不是是涉及到 跨國的這個詐騙的行為 所以這件事情會冒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一個日本人 接到這個郵件之後 他們認為說這個是詐騙的行為 所以向警方報案 因為收到這個郵件的人 萬一他想買很多 他就會循那個資訊去買 然後貨轉郵這樣過去 所以我是建議部長 這個事情 一方面我們財政部對於我們台灣的自由港 就是貨轉郵這一塊要加強積合 二方面可能要向日方表明清楚 台灣沒有這種貨品 我們沒有這種寄 我們口罩根本不准這樣亂寄啊 寄去給你收五塊美金 然後可能要清查一下 經過台灣這個自由港的機制 貨轉郵方式到日本的到底有多少建樹 因為這個事情有點詭異 那價格也貴的很誇張 品質也很差 所以這個事情 從4月27號到現在 也謝謝你們查得相當清楚 但是下一步要去處理 不是查明真相而已 要去阻斷 否則 他最輕微的影響 是影響到我們郵件的轉期 他萬一把我們的郵務也停下來的話 那我們其他無辜的百姓會受損 好 謝謝部長 謝謝王定寧王委員 來部長跟市長請回 接下來請何志偉何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部長 來請部長就貝勳臺 喂 你好 部長 你好 我想在第七十三屆的WHA 我們看到我們的邦交國 已經出來一個一個都幫我們說話 而且有幫我們提案 還有包含美國的國務卿 龐貝歐也是一樣 他呼籲所有的國家 包含歐洲等國在內 應該堅持大家的理想 本於疾病無國界等等的 也邀請台灣 應該呼籲台灣應該出席 當做這個觀察員等等的 那我想這個是 不僅僅台灣爭氣啦 那外交部也是努力了 那我想就叫的是說 外交部對於WHA 有提及2758號決議 還有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是否可以請您在這裡 是不是再做一下說明好不好 好 非常謝謝何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給我一分鐘來做說明 兩分鐘 兩分鐘好 非常謝謝 第一就是有關於2758號決議案 這個是在1971年10月25號通過的一個聯合國的決議案 那這個是涉及到中國在聯合國的這個代表權 那那個決議案裡面提到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那台灣的這個蔣介石代表 就要被驅逐出場 那但是那個決議案 從頭到尾就是沒有去提到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不會因為這個決議案 而被認為說中國有權力來代表我們台灣 實際上就是說2758號決議案 是沒有處理到我們台灣的代表權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 我想我們國人都會認可 就是我們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有我們的總統選舉 我們也有我們的國會選舉 而且我們的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 這些民主的這個選舉全世界都認可 這個是一個非常民主的一個選舉的這個方式 那也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民選的一個國家 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在國際社會上面能夠代表我們台灣的 只有我們台灣的這個民選政府 才有資格來代表我們台灣 那如果說以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參與來說的話 我們台灣有自己的這個衛福部 來照顧我們台灣人民的健康 這個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中國沒有辦法代表我們台灣 只有我們台灣的民選政府能夠代表我們台灣 好 那在這裡我先確認一下 當時候在他們討論的過程當中 以及外交部的立場 現在面對WHA已經倒數七天 這麼多的國家支持 這麼多個全世界的公民支持 我們有我們要有這個外國的幫忙了 還有其他也是地球村的朋友在幫忙 請教一下那我們如何自助呢 我們這一陣子倒數七天 我們要怎麼衝刺 怎麼樣突破這些重重的難關 也一樣麻煩那個委員給我一分鐘的時間 我來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我們請其他的國家來支持我們 這是一個第一個層面 那世界衛生組織這個是由國家所建立起來的一個組織 所以有越多的國家支持我們台灣的話 我們參與的這個可能性就越大 那這一次同樣的就是我們所有的有幫國家 都會來支持我們來幫我們提案 那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這些理念相近國家來支持我們 那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媒體上面看到的 有很多的國家來公開的支持我們 那包括你剛剛所提到的Mike Pompeo 他是Call upon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those in Europe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力道來鼓動 來鼓舞更多的國家能夠來協助我們 那除了這些之外 那我們也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 能夠讓我們台灣在防疫上面的這個經驗 能夠跟其他的國家來共享 除了剛剛有討論過幾次的那個GCTF這個平台之外 那我們也在召開那個跟其他國家的這種論壇 那我們也在進行雙邊的這種視訊的會議 那我們還有像那個我們的主要的政府官員 包括我們的副院長包括唐鳳正偉 包括陳時中部長等等的 只要有機會我們都讓他們去跟其他的國家進行連線 來分享我們的這個防疫的這些作為 那我想這個能夠讓世界各國 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我們台灣 的確是有權利能夠去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那我們也用這個方式來告訴其他的國家說 我們台灣有權利 而且我們也可以去盡我們自己的義務 好 那我現在要我們都知道我們看棒球 會有個勝率分析啦齁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邊做一個勝率分析 其實我們有這麼多的友邦 然後二十幾個理念相近國 包含剛剛你剛剛講到的歐盟等等的 那我們這一次現在臨門一腳還缺什麼 還有我們有多少機會有可能實質的參與 還是很困難 還是很困難 困難的原因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在2005年的時候 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 有一個秘密的這個備忘錄 那也因為這個備忘錄限制 但是時空配景不一樣 空間環境也不一樣 我們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各國的支持也不一樣了 對 沒有錯 我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能夠支持我們去打破這個框架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我不說實質內容 剛剛有討論到可能視訊的部分 或網路上面的form對不對 就是網路上面的論壇等等的 我們有可能會弄到 可以開最好的狀況下可能會有幾場 可以跟他們做直接的對談 或者是大家互動上面 讓全世界也可以跟台灣一樣 我們一起抗議 然後分享台灣的台灣經驗 我們都陸續在推動啦 那有些公開的我們就公開 但有一些認為說是涉及到 雙邊的這個默契不適合公開 我只是問數字而已 我不問特定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辦法跟委員講 確切的數字 但是一場公開的就是 我們的陳時中部長 跟美國的那個衛生部長 Alexa 那是之前對 上禮拜 那接下來還會有對不對 我們還會再進行推動當中 那應該可以做得到吧 這個是 我們繼續來推動 但是您也是樂觀其成對不對 當然樂觀其成 樂觀其成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那有可能會到幾場 這個可以說嗎 還是現在還不方便完全 我還不方便跟委員來做說明 好 我了解 那我們這個會後請再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馬上520就要到了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並沒有完全邀請這些外賓 那很請教一下就是說 現在國際的情勢某個程度來講有點詭矩啦 那也非常的複雜 我們這個520外交部會做哪些動作呢 除了沒有邀請外賓來 從其他國家邀請 那我們520會有哪一些動作 針對外賓的部分 或者是針對其他國家的部分 我們會做些什麼事 我如果還沒有被授權對外說明的話 我想我這邊 我希望你可以被授權 我也希望我被授權來做這個說明啦 但是到目前為止就是說 我們希望那個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要準備了 我們針對520之前 有做些什麼事 這可以說一下 都在繼續準備當中 比如說我們駐台的這些大使 或者是重要國家的這個代表 他們應該會依照網立都會被邀請參加 那只是今年520不辦的啊不是嗎 就是我的理解啦 對 除了那個 還是會有一些gathering 除了正式的儀節之外 對 那總統也應該會有一個對外的那個就職演說 那也會有這些為數 不是很多的這些管理者 那我們外交部被要求說 去邀請這些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國家的大使或代表 所以我們目前都也是有在邀請 可能就是人數不多 但是會有一個對外的一個宣誓 或者是對外一個支持 也是會邀請這些外賓嘛對不對 是 好 謝謝 好謝謝何志偉和委員 加油謝謝 來部長請回 接下來請吳思懷務委員 有請部長 來請部長就被尋抬 部委員好 部長好 首先我先問一個問題是 4月初我就質詢貴部 巴拉圭橋界給本席辦公室提出來 在防疫期間希望有遠距的網路公會諮詢 以及線上看診 那麼貴部在4月30號給我回了函 說只要衛福部這邊溝通協調 沒有問題就可以做 5月7號我質詢衛福部可不可以做得到 他們回答沒有問題 我現在很簡短的問一下外交部 這個事情整合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來請問我們的拉美斯市長跟委員報告 請簡短回答就好 主席委員 我們在給委員這個答覆中有提到 因為這個才有涉及到 這個醫療這個執照的問題 他可不可以在 這算是一個行醫的行為 巴拉圭需要有個證照 在技術上不是問題因為只是視訊 但是這個因為還有一個責任的問題 這是必須要釐清 那我們也有請衛福部去了解這個事情 好我想衛福部都告訴本席沒有問題 請外交部盡力促成 因為僑界不斷地跟本席辦公室聯絡 希望獲得祖國給他的關照 第二個問題 南海主權的問題 我想外交部立場必須要很明確 從漢朝開始 南海主權就是我們的 1956年那時候的國防部長 于大為部長跟美軍協防司令 就曾經有過這個會談 要派兵進駐太平島 那我們再問一下 陳水扁總統任內 馬英九總統任內 都到過南海去宣誓主權 保護我們的主產 維護國家漁民的權利 蔡英文總統第一任期四年屆滿 馬上要連任了 我想問外交部 可不可以在第二任期盡快安排 蔡英文總統到南海去宣誓一下 我們的主權 到太平島去看一看 可不可以做得到 跟委員會來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有關於我們南海的這個主權 我們的立場已經對外說明得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我們的立場是沒有差別的 第二個 是有關於總統會不會去 這個應該由總統府來做說明 站在外交部的立場 應不應該建議蔡英文總統要去 如果是南海的主權 這應該是屬於內政部的範疇 如果是涉及到跟其他國家的話 那我們外交部 我再問部長一個問題 如果蔡總統願意去 代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宣誓南海的主權 我沒有辦法回答 假設性的這個問題 我這麼說嘛 如果蔡總統要去 外交部可不可以安排 我們的駐外使節 有邦交的沒邦交的 跟著蔡總統一起去 讓國際發聲 看到我們政府對南海主權 從總統到外交部 可不可以做得到 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 這個是假設性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 那如果說總統府 有給我們外交部 有任何的指示 我們外交部 總之這是外交部長 你不願意回答 希望蔡總統回答 不是不願意回答 如果是內政的問題的話 不應該要有外政 外交部 我想外交部 能不能把各駐外使節 跟著總統一起去 在國際上伸張 這是我們國家的領土 這是我們的主權 那麼再問一下太平島 是不是只有國防部的國軍 或者海巡署去守備 能不能夠做更多遠程的規劃 這跟各部會 尤其跟外交部都有關係 是不是可以讓國際更看到 我們中華民國在主權 深海上的這麼一個權益 如果這個是我們的領土 這個就是內政部的事情 那我們外交部 是跟其他的國家 發生關係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部 才會來提出相關的做法 謝謝 本席對部長這個回答 非常的不滿意 內政部 如果說這個是我們的領土主權 我們的領土主權的這個聲張 我們外交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涉及在我們的領土範圍之內 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這個是我們內政部的執掌範圍 如果不是我們外交部的執掌範圍 我在這邊說了 才是實質 我請 部長知道 再給我30秒時間 東海的漁權 剛才很多委員問到了 我想國家政府的立場 應該是一致的 那麼我們要讓漁民知道 到底可不可以去那個經濟海域 捕魚 剛才部長說了很簡短的說法 但是我們政府不可以低調 不可以委屈求全 碰到日本就退一步 這個漁民的心態 漁民的生計 外交部的權責是什麼 不可能碰到日本就退一步 我們只要是涉及到 我們漁民的這個權益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全力以赴 我相信 那這個協商不是說 我們要100就有100 協商必然是跟其他國家 要有give and take 那這個必須要獲得一個 雙方都能夠滿意的答案 也因為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堅持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個協議才會顯得這麼困難 我希望部長的回答 讓所有的漁民都看到了 這是政府的立場 他們在被日本公務船驅趕的時候 外交部 漁業署 你們要跳出來 維護我們國家漁民的權益 好 不成問題 謝謝我們無數外務委員 來部長跟市長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馬文君馬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請部長就被尋台 茂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謝謝 在目前全世界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國家其實他們都採取了鎖國的政策 然後也嚴禁其他各國的班機起降 我們我國其實也是採取類似的措施 我們有很多在滯留在國外的 比如說像不管是去玩的 去讀書的 去工作的 當然也在我們外交部很多的交涉之下 大家也都好不容易千辛萬苦的回來了 那還是在這裡要肯定我們外交人員 他們所做的努力跟辛苦 謝謝委員 不過我也想要請教一下部長 就您的研判 我們像世界各國大概在什麼情況之下 或者大概在什麼時候他們的航班可以恢復正常 大概在幾月份 這個還很難去預測 因為有些國家其實是大部分的主要國家 雖然說有一些疫情趨緩 但是還沒有緩和到說他們可以恢復正常的這種國際航班 所以對我們來講這個還很難預測 所以我們也還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還沒有辦法 所以在這種疫情還沒有辦法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趨緩 而且各國可以在對很多出入境開放的情況之下 我想要提醒也要請外交部不要忘記我們有一群替代役男 他們是在我們的友邦或者友好國家在服務的這些替代役 因為我們也接到很多家長的陳情 他們陸續在6到9月份就會服務屆滿要退伍反國 我想要請教部長 因為過去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機票來回的機票自己負擔 然後由我們國家補貼二分之一 這是在過去的情況之下 可是以現在疫情這麼嚴重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掌握他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航班的情形 那如果他們要回來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有什麼樣的超前部署嗎 因為現在有嗎 跟委員報告如果說給我一兩分鐘的時間我可以跟委員 現在總共只剩下三分鐘 主席可以同意那兩分鐘讓部長講嗎 我趕快來講好了 我知道我說我們的藝男都是我們年輕人 那也因為他們年輕人 所以我們的家長都非常的擔心 但是所有的藝男在我們海外的技術團的服務 都受到非常良好的照顧 那他們如果說要提早回家 他們是不當兵啦 但是萬一說如果說想要提早回家的話 我們的這個外館都在幫他們尋找可能回家的這個路線 包括說有什麼樣的這個包機的這個機會 我們就放那個不會放棄這個包機的機會 現在都有嗎 部長因為我們沒有很多的時間 我們現在的這些替代藝男艦 簡單來說至少有我們這些派駐的國家 現在目前就有88個人 其他的可能還有其他的 就我們目前在我們的邦交國或友好國家的 因為他們不是去玩 也不是去闖自己的事業 他們是為了國家服務進自己的義務去的 那這種情況也是比較特別 所以其實我們在相關的規定上面 他們必須要服役其滿 可是事實上沒有規定一定要在哪裡服役 我想要請教 第一有沒有讓他們可能 因為有些疫情比較嚴重的 我們就趕快先規劃讓他們先回國 至少我們台灣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因為像現在在世界各國 都還沒有辦法恢復航班的情況之下 他機票非常的貴 就像剛剛部長也有提到 我們有很多還滯留在國外的 還有到現在沒有辦法回來的 那機票的部分可不可以 這個要讓他們自己負擔不合理 他是為了國家出去的 所以這是第二個 太貴的情況之下 政府可以怎麼協助 第三個 如果他們要轉機 剛剛部長有稍微提到了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協助 因為這些國家有些非常的圓 我們一般正常的情況要過去都已經非常的困難了 更何況現在要透過很多很多的管道 還要找到可以飛回來的這些途徑 我想其實是更困難了 所以像這一些部分 他有沒有可能可以在 萬一他可以退伍回來的時候 他沒有班機可以回來 他在那邊的生活費又要怎麼辦 所以就這三個問題是不是可以簡單的回答 第三個最簡單 只要是替代義男在那邊的話 我們可以全全負責 我們一定會幫忙 這個是絕對不成問題 那第二個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那個回來的這個方式 就是說當地 怎麼可以去抓 有台灣的 有法國的 有日本的 那只要是能夠抽到一個班機 那我們就抽到班機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非常的了解 這些義男 以及這些義男他們的家長的這個心情 所以已經開始在做檢討 所以這個部分 你們怎麼檢討 把相關的規劃給我們好不好 給委員會 我想大家也都非常關心 我們所有的 這些為國家出門 在外在比較危險的區域的地方 他們要怎麼保障他們的安全 這些也是我們要的 你的規劃在哪裡 怎麼規劃 他可以走什麼樣的路線 麻煩給我們 因為我相信這也是非常多的家長想要知道 我要請他國經司的司長私底下來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應該這兩天就可以了吧 因為你們已經有規劃了 希望把所有相關的 第一個咧 就是說我們已經開始在做檢討了 已經都有嘛 已經在做檢討了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看 就是在我們邦交國 部長上個禮拜其實發生了一件事情 還好最後沒有表決成功 不然對於我們蔡總統他的就職典禮 其實是一個大禮 而且對我們也會是傷害 可是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對岸不管在何時何地 而且長期以來不斷的在拉攏 或者破壞我們很多的友邦 那這個也不用我們特別強調 因為長期以來一直是這樣 可是本席想要提供另一方面的思考 當他們一直在挖我們邦交國的時候 幾乎都是用大撒幣的這種利誘方式 這一次巴拉圭這個事件 其實有點耐人尋味 因為就過去我們幾個 跟我們斷交的這些國家 他們都是很突然的 在緊急的前幾個小時 前一天在很緊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預做準備的情況之下 他突然宣布 然後馬上就跟對岸做建交 然後也跟他們拿到很多的一些利益 或者一些金錢的資助等等 可是這一次巴拉圭 他們用的方法很特別 由親中的這些議員 他們去舉辦這樣的投票 有必要這樣子嗎 這個用意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式 他們大可也接受他們的一些做法 他們要給他們什麼樣的援助 包括我們的防疫物資 防疫物資我們外交部 其實或者我們政府一直在說 我們捐給很多很多的國家 當我們捐出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口罩外交 其實也相對成功 可是對岸其實也捐了很多 他們不是都只用賣的 他們的防疫物資比我們還要多 在這樣的競爭之下 為什麼巴拉圭用這樣的方式 大剌剌的用投票 然後讓我們知道我們贏了 這底下有沒有其他的變相的 跟我們索取的 包括像海地 像巴拉圭 雖然他們大使沒有任其制 可是對於慣例來說 這都是匪夷所思 我們不希望在我們為了維持這樣的邦交 然後為了讓國人有信心的情況之下 我們所做的大外宣底下 還有被勒索的這樣子的痕跡 因為巴拉圭他們的做法真的不同於以往 我們以前甚至東西剛送了 人家馬上跟我們斷交 因為國際上各國他們考量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國際就是現實的 我相信這個外交部還有我們所有的國人 也都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們要怎麼樣維持國家的尊嚴以外 讓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不可以被勒索 不然你在疫情過後 我們以前不但是提款機 後來又變成口罩製造代工廠 那都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大家可以怎麼樣去接受 我們國家所應該維持的尊嚴跟權益 還有國家的整體利益 我們一直強調不要在整個國際的情勢之下 讓國人以為之又好的 我們的危險在哪裡 或者我們政府要把台灣的未來帶向哪裡 把人民帶向哪裡 要很清楚的讓大家知道 不是只有一片面的 好不好 謝謝 那個巴拉圭沒有邦交的危機 這個是他們反對黨去折動的一些作為 對 我們認同沒有邦交危機 我們外交人員提供了很多的努力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 因為他的做法不同於常態的 也不同於以往 這個不要牽涉到我們有被勒索 不會 這樣子的條件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們有所作為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毛文區毛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洪孟凱洪委員 謝謝 謝謝 主席謝謝麻煩請吳部長 請部長就被勳台 來 是 部長你好 我想請教 早上我們蠻多委員都有關心 WHA18號要開議 請教我們台灣這一次到底會不會收到這個邀請函 我們掌握狀 我覺得困難度還是很高 困難度還是很高 所以18號現在只剩7天不到一個禮拜 困難度很高 好 那我們看到是說 美國國會這邊有首度聯名致函 給超過50國的領導人 55個國家 要呼籲支持台灣加入WHO 本席認為也同意說這個意義非常的不同 這個是突破 但是請教外交部專業的判斷 這對於台灣加入WHO 或者是觀察別身份 或是參加這一次的WHA有加分嗎 如果說以Build the momentum的這個觀念來講的話 美國國會的這個作為對我們來講是有很重大的作用 包括那個Mike Pompeo就是美國國務卿 他也是call upon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those in Europe 這個對我們的Build our momentum都非常的重要 對 但重點在於是說 您認為是這是讓台灣跟WHO靠近往前一大步 還是維持不變 還是其實會增加台灣加入WHO的困難度 我的自己的形容就是往WHO一步一步的邁進 你覺得這個是外交部的專業判斷是認為說這個是有加分的 有加分的作用 那我再請教 我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支持我們 好 那我再請教 那現在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收到美國國會的聯名信函之後 對於台灣參與WHO的立場 我們現在掌握了有多少 我們現在還沒有回收各國的反應 部長您剛剛不是說這個是有正面的有加分嗎 那照理講我以為是馬上50多個國家裡面可能大家就有表態有人是力挺 有人是尊重有人是支持 那我們現在目前50多個國家都沒有 我現在才幾天前的事情而已 那什麼時候可以收集到 我們會盡量來收集 我覺得這個部長說實在話 身為中華民國國民的一份子 身為中華民國國會議員 我覺得這個是外交部一個突破 那如果說您在國會殿堂也公然講 告訴大家是說這個是對於台灣交WHO有加分的話 那我就認為這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收到這個信函之後 他們的表態就非常重要了 是 對不對 您可以認同嗎 是 對不對 因為這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們收到美國國會這邊發出來的函之後 他們到底是贊同美國國會的講法 台灣交流WHO 還是他們認為不宜 還是他們覺得是說他們尊重美國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站出來力挺台灣交流WHO 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 是不是能夠在現在承諾18號 WHA開議之前 能夠掌握收集50多個收到美國國會議員的這個聯名信函的人 能夠整理一份資料向國人報告 好我們盡量來收集 就是18號以前喔 這不是盡量喔 抱歉 部長 這個不能呼嚨的喔 這就變成是說我們外交部要跟國人有一個正式的報告 不管您是要在官網是秀出來還是怎麼樣 就是要跟國人清楚的交代說 那個委員如果說從事外交的話 就知道說會有這種那個比較不方便的這種 是嗎 所以你就不能剛剛就不能答應的那麼快啊 我就嚇一跳我想說你整部長 我會去收集啊 是 但是如果說有些國家說我支持你 但是我不適合公開來講的話 不能講嘛 因為這個有些時候很敏感嘛 對不對 我說實在話從事外交不能那麼粗糙嘛 因為我就知道說有一些國家非常支持我們 但是他也跟我們講說我不適合站出來講 是 所以部長這一點就是我剛剛特別 您的回答也讓本席唸了一把冷漢喔 我想說您就那麼阿薩利的答應我 就18號以前你就要公布了 哪些國家 你說叫我來收集 哪些國家沒有 你說叫我來收集 你說叫我收集 那我就好我來收集 最優秀的第一線同仁一些支持跟力量 但是重點在於是說我們外交不能一廂情願嘛 沒有錯 也因此我還是希望部長這邊能夠以中華民國最實質的利益為優先 當然 而不是呼應附和有些時候大國的角力 上個禮拜國安局長來啊也講說如果真的有美中兩國大國角力的時候台灣是沒有加入跟這個參與的本錢啊 最後來部長拍謝借用一分鐘時間啊 我同仁這邊又整理了一個資料啊 他說在這些疫情期間啊 剛剛我們這個這個 剛剛那個委員這邊也有質詢到馬文君委員有質詢到是說那個巴拉嗎巴拉圭有可能有斷交的這個危機啊巴拉圭斷交的危機之後旁邊他有秀出這個網友的意見啊 其中有網友就講說 有錢買的邦交不需要啦拿錢照顧自己國人比較實在啦 我請教 部長這個是我同仁從我們官方網站上面擷取下來的 那這個是帛琉我們的邦交國帛琉他們的這個當地媒體所秀出來的新聞畫面 分別有八次從三月十八到四月二十四 每一次都是由我們柏琉 駐柏琉的大使給予這個美金支票給柏琉 並且他上面的這個美金支票寫的是 Stimulus Check 就是消費券的意思喔 如果說我們換成中文的話 Stimulus Check 就是美國總統美國政府他們在這段時間 所發給每個國民一個人這個三百元的這個 一千元美金的這個現金抵用券啊 這叫Stimulus Check 那一樣喔我想請教 我們在這段過程裡面總共捐款了八百多萬美金給柏琉 並且我們是用Stimulus Check這樣的一個名義啊 換句話講是說 這個是我們因應疫情期間給柏琉友邦的這個 疫情補助疫情救助嗎 這個參議員啊 這個參議員啊不是 這個部分 如果說八百四十多萬美金 我同仁這邊幫我換算了一下 約合台幣是兩億多啊 那兩億多出於柏琉他的人口數是一萬八千人左右 時間已經超過很多了 跟柏琉友講一下齁 那個我懷疑這個正確性啦齁 你讓我們去那個 這個是柏琉的當地的新聞畫面 這個正確已經沒有問題 因為 你說是柏琉領事館 這個大使 這個在柏琉就不是領事館啊 我們在柏琉是大使館啊 是啊 這個是大使 那這位是大使嘛 其中有幾張照片還是重複的 所以你讓我們去verify一下說 到底這個是怎麼 我是想說這個是大使嘛 我們沒有給stimulus 我們也沒有給stimulus check 對 但是他的新聞媒體上面 沒關係 紅衛你這樣好不好 預言也到了齁 之後再跟我表示 我只想要講是說 如果說是的話 我們錢當用則用 當審則審 不要說給友邦是stimulus check 是給他們消費券或刺激券 但是我們中央政府在對我們兩千三百萬國人的時候 卻是刁難重重補助重重 這樣好不好 我看這個是假的啦 好 這絕對是真實 不好意思 部長 請媒體朋友先不要去發這個新聞 來部長 對不起 主席我只想要糾正一下 部長 本席在做任何質詢都是有憑有據 您不能在國會殿堂上面公然的講 立法委員質詢你是拿假資料質詢 所以請收回 你先收回剛剛那句 這是假的這句話 這個委員 你說是有憑有據 那讓我們去 沒錯 黃委員知道嗎 您可以 我給你時間 你說你上面寫的帛琉領事館 這個都是假的嗎 我說我給你時間去查證 您也可以私下跟我辦公室來回覆 但是請先收回這是假的這句話 我說帛琉領事館這幾個字 這個就是假的啊 那個黃委員 我覺得這個部長講沒有問題 基本上部長對於相關的議題 他們想說要先確認嘛 到底是不是給支票或者金額 是不是怎麼樣 但是您說您要確認 但不能講這是假的 我說這幾個字是假的啊 柏柳領事館 你查一下這個是假的啊 確實我們在柏柳領事館是叫大使館 沒有錯但是這個數字是媒體上面結局 所以說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我們要有立法院要有立法院的一個告別 也因此行政部門不能在公然的質詢裡面講假的 所以我就說我可以給外交部回去收集 回去瞭解 回去報告時間 我們去瞭解 好不好但是請收回 這是假的這句話 我剛剛講的柏柳領事館 我都已經那麼有風度了 明明就是假的 你要叫我怎麼收回 來啦 這個我想 部長我想盡速把這個資訊 好啦我的資料就馬上提供給那個委員這邊啊 我要請那個部長這邊盡力把這個重新更新 部長請互相尊重 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互相尊重 我同人收集的資料都是有憑有據 他們也是非常辛苦的在收集資料 我沒有說這部分是假的 但是要回去查一下啊 是嘛 所以您剛剛這樣講不就好了 你就說沒有說這部分是假的 你回去查一下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部長的意思 麻煩部長再跟我們辦公室來回應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洪委員 不過既然洪委員提到說 當地的媒體有報導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的大使館也要確認有沒有這條新聞 有或沒有也要正式的回覆 不要說洪委員都已經提了我們大使館還在狀況 我覺得這是不行的 好接下來請我們葉宜蘭葉委員 主席有請部長 還請部長就備巡台 謝謝 謝謝 非常辛苦用我們做的口罩外交 謝謝 一波接著一波 我知道現在 其實中國大陸他們花很多錢在做大外宣 但是我們好像是小錢力大功 很多國家也都對我們表示尊敬跟謝意 那在5月5號外交部的新聞稿裡面也講說 我們現在要有一個口罩外交的3.0 對外援助707萬片 那這裡面707萬就給我們蠻詳細的數字 比如說包括給美國是228萬 歐盟跟會員國是130萬 各邦交國109萬 新南向相關國家180萬 還有其他的非洲跟中東這些國家是60萬 那本席其實也一直想要搞清楚 因為這裡面提到了說 有一部分我們還有在這段時間 我們國人自動發起的 我OK就先捐給這個世界的 一共393萬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到底我們總共是707萬呢 還是外交部已經有707萬 再加上393萬 謝謝委員提出來這個問題 的確這是有點confusing 那在這邊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國人捐的這個部分 實質上就是說他們沒有去領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全部都在指揮中心那邊 那我們是去跟指揮中心那邊領第三波的707萬 就是所有的就是707萬 那至於國人的部分都還在指揮中心 那交部的額度其實我們也用得很省 只有314萬了對不對 如果照這樣算 這個不是這樣子算法 不是這樣子算法 就是說國人他們的心意他們沒有領出來 他們希望能夠捐的 全部都是在指揮中心的這個鋪裡面 所以並沒有說你們有多少的配額 我之所以要講的原因是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很關心 剛剛很多人也在提到 部長您真的很辛苦 因為剛剛很多人在提到巴拉圭的問題 那巴拉圭其實不只巴拉圭 差點這個外交有警報吧 但您剛剛說那可能不是真實的 那連教廷也出現過一些不同的傳言 所以本習其實上次在跟部長請教的時候 我也提到那天我特別提了說 其實我們也可以利用我們在口罩上 醫療物資上的一些優勢 先跟這些國家講 我們談建交吧 然後我希望部長真的就是能夠成為建交部長 當然在裡面我也有一些跟部長討教的部分 請部長是不是也能夠關懷我們在海外的一些國人 他們送不到的 那我先請部長來看一下這一段影片 這個現階段 這個僑民 佈於醫療口罩的需求是160萬 但是我們大概只送了5萬出去 既然我們現在的口罩已經多到可以做外交了 請問次長 有沒有盤轉過國內安全需求的數量 那可領未領的現在在進行實名制的口罩數量有多少 以及有沒有辦法考慮到去幫助我們的海外僑民 我跟委員說明 昨天的指揮中心會有跟僑委會那邊確認 目前已經朝這個方向去規劃 那也請他們盤點數量 那有指揮中心會提供給他們 重點就是說可能要跟外交部一起合作 因為必須要管控這些數量 而且同時要符合實名制公平的一些原則 那更重要的是因為一個國家我們的住點有限 那加上路途遙遠 這可能在技術上還需要 就是僑委會跟外交部一起來協同一起處理 其實外交部的能力是在 時間到了 對 所有本院的所有的部會都了解的 所以本席特別特別要請部長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大家一起知道 知道到底現在我知道蘇院長已經在4月30號已經講說有50萬片到僑委會去 然後部長上次也跟我講 我們有107個駐外的管處 那能不能請部長能夠真正的落實 落實就是請我們駐外的這個管處來協助 協助國人能夠滿足國人 海外國人也是國人了 需求優先在外交 然後麻煩 很簡單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經過高層的協調 那我也有去 僑委會的委員長也有去 那大家已經達成共識在執行當中了 是 那是不是能夠把執行的結果再送給本席 因為這個是以僑委會為主 所以請僑委會提供這些相關的這些資料 我們外交部是協助他們而已 好 非常感謝部長 部長加油 謝謝 部長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高嘉瑜高委員 謝謝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就背勳台 各位好 很高興第一次接受你質詢 謝謝部長 因為最近其實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其實是非常的密切 而且非常的友善 不管是每天都有挺台灣的動作 包括AIT跟我們的互動也密切 那我現在也跟AIT一起合作直播來宣傳台灣防疫的成果 那包括我們陳其曼副院長最近其實也跟美國來做視訊 來宣揚我國防疫的成果 那再加上說包括美國國務院還有議會等等 不斷的在Twitter發文就是一天挺台灣每天都要挺台灣 那等等這些動作其實都讓國人當然對於我國外交的成果是信心大增 那包括說這個美加英德法日等等這些世界大國也在這一次都發聲力挺台灣 不管是加入這一次的WHO或是參與這個WHA的會議 在這個情況之下當然在5月18號即將來到了這個WHA裡面喔 這麼多的這個挺台的動作如果最後我們還是無緣參與 其實對國人的信心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喔 那就這個部分其實外交部在多方的串聯跟努力之下 到底現在對於我國未來這個國際上的這些 不管是WHA或是國際組織的參與上 我們能不能再進步一點點喔 有什麼樣的作為 非常謝謝委員的這個問題啦 那我必須要再說一次喔 就是說即使世界各國挺我們的這個聲音越來越強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今年是不是受邀能夠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這個難度還是很高 我們還是不能夠以樂觀的這種態度來面對啦 那但是對我們外交部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不管有沒有人支持不管有沒有人反對 這個是我們國內的共識 所以我們外交部一定是努力而且努力到最後一刻 那第二個就是說能夠讓世界各國能夠力挺台灣的話 那這個可以build momentum 讓世界各國的這個聲音能夠 給世界衛生組織能夠施加越來越多的這個壓力 對我們能夠來參與的這個可能性 就會往前邁一步 那過去這段時間我相信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我們的不只是美國而已 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以前沒有公開發生過的 現在都公開站出來了 那這個都是我們所感受到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外交成果上的展獲 可是早上因為提到就是我們參與這次WHA的部分 那您說美國目前就是認為他們不適合提案 那媒體新聞的報導就說 這個部分美國是口惠而食不治 只有發聲力挺等等喔 會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這些國家的發聲力挺只是一個表面上 但是實質上是怎麼樣 這個部分是不是部長有需要再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也像 趁這個機會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個支持能夠讓那個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長 幹事長能夠發函給我們 不是只有提案光一個動作而已 比如說美國他去那個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秘書處 他帶領其他的國家去那邊做一個Join Dimash 或者是說有一個聯合的這個制函 或者是說願意去邀請更多的國家一起來支持我們台灣 這個都是非常實質的 以前都沒有動作這麼多 那這次美國發函給多少國家要求他們聲援台灣加入WHO 我如果說以美國的那個國會的話 國會的那個函是給55個國家 但是行政部門的這個部分喔 不適合在這邊講 所以不管是美國的國務院 國會部門或是行政部門 其實都有發函給世界各國 然後請他們來力挺台灣 但是最近這個AIT的這個處長麗英傑 他到桃園去看這個職棒的時候 他同時也提到建議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次全球的疫情 只有台灣的這個職棒呢 是持續的在進行中 而且成為台灣的另外一個驕傲 很多國際開始關注到台灣的職棒賽事 所以也建議說中職應該改名為台灣 那包括外交部其實這陣子關於這個中華台北 是不是有矮化或是一中的議題上 同樣的也引起了爭議 也就是說美國也認為說我們在某些適當的時候 不管是說在國際的辨別度上 應該把台灣這個名號 其實現在開始必須要做一些改變 把Chinese台北把它更正過來 不管是就職棒或是就其他的一些名稱上 會產生混淆的狀況 那就這部分外交部的立場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就是第一個就是剛剛提說 AIT有建議改名 這個應該不是事實 那AIT已經對外來做說明 所以AIT並沒有建議就對了 他並沒有建議改名 他是有聊到這個事情 是我們可能有一些媒體 因為這個處長他可能在提到台灣職棒的時候 都用台灣來稱呼 所以大家可能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比較讓大家能夠清楚知道 這是台灣的棒球 那站在外交部的態度是不是也認為應該是在 我們外交部就是說 最重要的是我們台灣的參與 不是其他國家的一部分 那至於名稱只要不涉及矮化的話 我相信國人也能夠接受 好所以對於這個台灣職棒的證明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就這個部分外交部也能夠 站在這個立庭的立場上 我們外交部最好不要涉入到民間的這個活動 好謝謝部長 來部長請回 來市長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陳明文稱委員 好指揮我們請部長 來請部長就貝勳台 董議員你好 董議員你好 董議員 我想我們委員大家都非常關心 大概台灣能不能順利接受到 這個WHA的這個邀請函 我想很多的委員都已經在指揮台跟您這個主行 是 那台灣到現在還沒有正式接受到今年的WHA的邀請函嗎 還沒有 還沒有 那外交部評估今年說到這個邀請函的機率到底有多少 要跟委員非常坦誠的報告 就是說那個困難度還是很高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困難度就是說中國的態度 還有世界衛生組織幹事長的這個態度 他們仍然是非常的僵硬 用這個來評判 所以就是說你目前還是不以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是不是能夠接受今年的WHA的邀請函 是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動員更多的國家來支持我們這樣子 部長 下個禮拜三就是520也就是我們蔡英文總統連任的一個就職 基本上在就職員說 這個很多人都在猜 蔡英文今年的就職員說到底兩岸的這種 這個關係會是不是善意的還是會更強硬 我想這個都跟我們今年 這個有沒有接受到 這個WHA的這個邀請函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518就是世衛大會召開 520就是蔡英文總統的就職 521522就是中共兩會的一個召開 所以這個都有很密切的一個關聯性 當然今年的一個世衛的一個會議的主體 當然是在新冠疫情還有國際的大家一起合作的一個防疫的一個工作上 但是 北京當局到底會不會像這個 這個WHA的一個密室室 那麼 表示同意 發出這個台灣的這種邀請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關鍵 非常關鍵 目前看起來 如果說這個 這個WHA沒有讓中共點頭的話 相信它不會花這個邀請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你認為呢 這個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看其他的國家的對世界衛生組織的那個壓力有多大 那看起來 看起來我們現在的整個國際情勢對我們算是最有利的 尤其是在過去幾年來今年是最有利的 沒有錯 不管是美國當局 我想美國的國務卿 一而再而三的這個支持台灣 呼籲這個WHO希望能夠這個花 WHA得這個邀請給台灣 我想這已經這個發言不止一次 而且他也呼籲個個能夠支持台灣 能夠參與WHA 是 那這個5月7號 美日英化 德加紐澳 大就是一個國家 這個日內瓦的這些大使 也都向這個WHO來提高 提出這個這個外交這個造會 能夠請台灣 敦出台灣 支持台灣成為觀察員 我想這些都是在在的說明 我們目前的整個 國際的一個這個情勢 基本上是對台灣上算是非常 有利尤其你剛剛也特別報告 美國的行政部門也好 美國的國會也好 已經向世界55個國家的領導人 那麼也發出了這個這個呼籲 支持台灣能夠加入這個這個 這個WHA的一個會議 我想這個都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個的態度還是 還是這個北京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沒有錯吧 沒有錯 所以我想是這樣子 我想部長 距離現在加入今年的WHA 還剩下大概還有一個禮拜而已 對 所以我想還是希望 部長還要努力 一定要加油 我想加入WHA 這一次能夠接受WHA的邀請 是台灣人民大家共同的一個期待 當然能夠進一步能夠 參理WHA是最好 我想這一點是台灣人民大家非常期待 但是我想我也要在這裡公開 來呼籲北京當局 就是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絕對不是單靠台灣方面 或者是蔡總統的善意 或者是控制所能夠的成就 也需要北京當局能夠解放思想 展現隔離氣度 讓善意能夠增進善意 唯有這樣子兩岸關係的發展 才能夠漸漸的形成這個正循環 同時我們也能夠跳出目前日益惡化的 這種兩岸敵對的這種邏顯的陷阱 讓台灣以有尊嚴的方式 能夠參加今年的WHA的大會 也希望能夠停止扮演悲歌 主導的後面角色 能夠讓兩岸有機會 能夠共同來參與 我們前久的防疫合作 我們相信北京當局的最高領導人 應該是有能力做到的 關鍵就在一連之間 我們希望中共當局能夠給台灣機會 我相信這是台灣人民跟全世界都在樹木以待的 我們希望我們在5月18號 我們能夠接到我們WHA的邀請安 我們一起努力 希望吳部長在你最後的任內的時間裡面 希望打出漂亮的一次前列打給台灣人民 好不好 我相信這個應該 這大概還有我令你就是要高升了 我們希望這幾天好好的努力的 讓台灣人民對你有期待 好不好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感謝我們陳明文 陳委員 來部長請 陳委員問到的都是重點 接下來我們請陳嘉華陳委員 主席我們請部長 來請部長就備巡台 請部長就備巡台 總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針對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看到有媒體報導 有媒體報導 梵蒂岡這邊他們 就是有秘密安排 教宗要去訪問中國 後來證明這個是錯的 這是錯的 部長確定 確定 那請問部長現在 我們跟梵蒂岡的這個邦交現況 不知道穩不穩固 我們看到他們的天主教刊物 也用創刊170週年 發布簡體中文版 同步推出微信公眾號 做為紀念活動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 剛剛也有其他委員質詢 巴拉圭的情形 那在今年4月17號 巴拉圭的這個視訊會議 他們有這個投票 就是已經有26票贊成 是要跟這個台灣來做斷交 那雖然目前比數25比16 但是對於整個跟巴拉圭的唯一 目前唯一我們的友邦 這個邦交可能也是有一點危險 那針對這個梵蒂岡跟巴拉圭目前的這個邦交的情形 部長你的看法怎麼樣 謝謝委員提出來這個問題 有關於巴拉圭 我這個先講 巴拉圭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們國內有不同的這個聲音 就好像在我們台灣一樣 那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那也因為這個議題在國會裡面 在國會的委員會裡面已經被打敗了 所以也看得出來就是說我們台灣的支持者 在巴拉圭的這個國會裡面是比較強大的 那另外在行政部門的話 我們跟那個巴拉圭現在的這個 所以我們華僑的努力 我們華僑的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跟政府的這個關係 到目前為止都非常的穩固 那這個方面絕對不成問題 那另外有關於那個教廷的這個部分 我想教廷他們是希望說能夠給在中國境內的這些教徒 能夠有更多的這個關注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跟中國之間的這個對話 能夠保障在中國境內的這個教徒 那有關於中國跟教廷之間的這個對話 我們都有一切的這個掌握 也希望說我們跟教廷之間的這個方向會受影響 好謝謝 副長那對於現在中國他們在進行兩會的這個即將召開 那兩會召開是不是也會危及到台灣的一些安全 你的看法呢 因為這個不是那個外交部的權責範圍 所以如果說要問 外交部應該也會關心吧 如果說有這些相關的資訊的話 我們外交部當然會來做參考 但是因為處理中國 這個是我們陸委會的那個職權範圍之內 所以像這個議題 只要涉及到兩會的這個議題 應該是由我們陸委會來回答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另外剛剛很多位委員也提到WHA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就是 加拿大的外長 決口不提台灣 那總理呢 他就有說感謝台灣慷慨捐贈口罩 然後也有美日嘉英法德奧紐 很多國家都會力挺台灣參與WHA 那剛剛本席也在這個三月就有提出這個 這個這個中華職棒改台灣職棒這樣的建議 那未來就是說除了WHA或WHO這個部分 是不是外交部應該鼓勵更多NGO團體 以台灣的名義去參與國際的這些活動 那我們目前的努力夠嗎 我們會持續的來努力啦 那我們台灣的NGO是 我們國力展現的一塊 但是目前就是我們看的就是還是比較少 所以說譬如說華航 我們是不是除了目前的這些LOGO 可不可以再增加更多有台灣的這個 這個Mark的這些努力 也請外交部加油 你給我20秒鐘的時間我來講一下 有關於那個加拿大外交部長的這個部分 我們捐贈口罩給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他們是透過不同的管道跟我們感謝 他們的外貿部長跟我們的經濟部長對話的時候 就親自跟沈榮金部長講謝謝 而且他之後馬上就發推特 那他們的外交部長 他們的外貿部長 那他們的總理 是 總理比那個外交部長的成績都還高 是總理親自出來講的 那他們駐台的代表也是代表他們的政府 也給我一個感謝函 所以有關加拿大的部分 請委員拜託一下不要再講那個他們的外交部長 好就是更多成績 我剛剛也說他們的總理已經講台灣了 是 所以就是我們繼續把這個聲音放得更大 好讓更多國人了解 好 我們外交部的努力 OK 謝謝陳嘉豪 陳委員 來 部長跟各位觀念請回 謝伊鳳委員 接下來請謝伊鳳委員 謝伊鳳委員 謝伊鳳委員不在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邱思維委員 好 謝謝少委 請這個吳部長 來請部長就貝勳台 邱思維委員 邱思維委員 我是外長也是學者 比叫四年前五二零 這個蔡總統當下任的國際情勢 跟我國整體的外交的所面對的狀況 跟環境 馬上五六年快到了 經過四年了 你評估,作為一個外長實務工作者,作為一個學者,當前台灣所面對的國際的外交情勢,比四年前好還是持平還是險峻? 跟委員報告一下,我現在已經不是學者了,學者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有關於是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國際的情勢,也必須要跟那個委員說明一下,就是說國際的情勢是蠻複雜的,也有不同的這個層面 現在的時候跟四年前同時做比較 但是跟委員報告一下,就很坦誠地講,就是我們跟美國之間的關係是有長足的進展,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是有一些成績可以跟國人來分享 那另外我們跟日本的關係也可以跟委員報告,雖然說日本的政府他們是比較低調一點,但是也可以跟委員報告我們跟日本之間的這個關係也有很長足的進展 那跟歐洲國家之間的這個關係更是如此,那我常常在形容就是說我們台灣跟歐洲之間的關係也是有史以來最好 所以說如果以這種國際形勢來講的話,我們在理念相近國家之間的這個關係的這些作為,在過去這四年間我們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功 我們跟東協國家之間的關係是透過我們的新南向政策,那我們的新南向政策在過去這幾年之間也有很重要的這些成果 簡單幾個例子來講,比如說我們跟菲律賓的那個BIA就談成了也公佈了,我們跟印度的這個BIA也談成了也公佈了 很多國家都在很好奇為什麼他們跟印度談了好幾十年談不出來 為什麼跟我們台灣一談馬上就可以有成果 所以我可不可以講說我們所面對地緣政治的環境比四年前更好了 包括對美對日的關係,對這個歐洲的關係 地緣經濟,地緣經濟就是跟東南亞國學的關係 或者是這個跟日本韓國的關係也有長足的進展 邦交國固然是面對中國的威脅,我們邦交國我們損失幾個邦交國 但是整體而言,從地緣政治、地緣經濟 從整體的戰略利益來看,或者國際社會的能見度 我想比四年前是好很多 那主要原因是什麼? 沒有錯 主要原因是什麼?是我們政治、政策正確 或者所有外交同仁這個齊心的努力的成果 都有,那個必須要跟委員來報告就是說 我們的整體的外交戰略這個方向 確定了之後,那我們就朝向這個方向來走 那未來有沒有這新的四年有沒有需要再加強的部分呢? 如果說以過去這幾年之間我們在外交上面 包括跟美國、歐洲、日本等等的關係 讓國人肯定的話 我相信接下來我們的外交部 還會朝這一方面來繼續努力 好 整體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友好的氣氛 或者是力量越來越強大 2018年開始 中國針對外國的航空公司要求把台灣矮化成中國的一省 或者中國的一部分 這部分我也諮詢過 已經有22家證明了 39家還是維持原來把台灣事為中國一部分的慣例 我有去查了一下 我一間一間一間 我知道哪些航空公司有改 這我不能講 我能改的原因 我一間很可以查 我查四個十間 那我還是不能講 這個39間 還經過我們外館溝通努力還是不改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仍然是跟中國之間的經貿的利益 跟中國之間 這些公司跟中國之間的經貿的利益 經貿利益太強大 所以以至於他們沒有辦法 這個不敢得對中國 但未來下一階段你要策略要不要改變 我們已經努力 就像近兩年 把22家都改回來了 我相信有沒有新的做法 新的思維 繼續努力 除了跟這些公司直接的來做說明之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他們的主要的政府 比如說這家航空公司它是屬於哪一個國家 跟這個國家的政府 另外也透過政府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比如說美國政府對我們最友善 我們就透過美國政府跟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或者是說跟美國之間的這個很友好的這些國家 去由他們來去做幫我們做遊說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些管道能夠改善過來 好繼續努力 好謝謝我們邱志偉邱委員 來部長請回 接下來請廖婉如委員 廖婉如委員 廖婉如委員不在 接下來請莊敬成委員 莊敬成委員 莊敬成委員不在 廖國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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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李貴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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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貴民委員不在 鍾嘉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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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鄭麗文委員 鄭麗文委員 郑立委員不在 郑政前委員不在 劉四方委員不在 張祁錄委員不在 張玉梅委員不在 楊瓊英委員不在 郑天才委員不在 羅明財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請趙天寧委員 謝謝主席 請部長就備選台 趙委員好 部長好辛苦 這次的WHA的參與 我覺得應該是我國近年來 真的是上下一心 而且大家覺得很 雖然參加的機率 但普遍認為還在努力中 但是都覺得很榮耀 因為前所未有的 各國理念相近國家 主流國家 友邦等等 都不斷的替我們說話 像八國還提外交召會 元首或者是外長 或者是議會 都不斷的替我們發聲 這一點真的是 趕配外交部的努力 還有我們國家 上上下下防疫人員所創造出來的價值 剛才我有看到委員當然有在問說 美國為什麼不提案的問題 我覺得也很贊成部長講 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要水到渠成 那我們要尊重這些國家的這個做法 但是我可能還是想要理解一下 您覺得目前的這個關鍵的瓶頸在哪裡 譬如說我的意思是說 像美國加拿大在內的這些國家 那他們其實已經用了這個非常高的強度 在替台灣發聲 那最後你提案的這個 最後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他們可能會考慮的是哪一個點 以至於在這一點目前可能還不一定有機會 我想那個這些理念相近國家 願意幫我們講話 願意幫我們提外交的交涉 或者是願意幫我們自函的這些國家 他們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局勢 就是說世界衛生組織的秘書處 看來是被中國所掌握 那這個掌握的那個內容 是透過2005年的那個秘密的備忘錄 那在這一個努力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沒有辦法去打破這個秘密的備忘錄的話 看起來即使他們願意來提案的話 那可能效果也不會是很好 那也因此他們也認為說 必須要透過更多的這些努力 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那在現階段的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願意做的 不只是替台灣來發聲 或者是說替台灣來提出外交的交涉 或者是替台灣來自函 甚至是在大會裡面幫台灣來講話 那更重要的是要去聯絡更多的這些理念 相信國家能夠來做相同的事情 只要有越來越多的這個國家 我們台灣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是說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那這個腳步就會越來越近 那我就完全了解了 我想這個部長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備了一個相當不正確的 這個秘密的一個文件綁住 那所以如果把籌碼直接放在一個 這麼重要的提案上面 可能會製造一些緊張 但是效果有限的話 他現在先創造出一個世界性 大家共同的氛圍 更多的加入 更多人有共同的聲音 或許可以再用這樣子的一個 國際的共同的民意輿論壓力下 或許有量變質變的可能性 我想這個其實都值得期待 不過到目前為止 即便最後的結果 我們或許今年大會不一定可以參與 或者是這個提案上 不一定我們看到的美國正式提案 但是我覺得過去的這些努力 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些部分都還是要給外交部肯定 謝謝委員 那再來就是 對於巴拉圭的部分 畢竟還是最近大家比較緊張 所以我可能還是追尋一下 那就是520將界 520之前事情真的很多 18、19是大會 然後520本身總統會癱瘓 然後21、22又是中國的兩會 是 那他們會不會真的就是利用520前 對巴拉圭下重手 您覺得這樣的危機會不會在520前出現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隨時隨地都在盯 不管有沒有520 我們對於每一個邦交國的這個狀況 我們都觀察得非常的仔細 那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也在注意到有一些不同的這個跡象 那至於委員提出來那個巴拉圭的這個部分 我倒認為說不成問題 因為巴拉圭也是一個民主國家 跟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不同的聲音不同的主張 這個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這個提案在他們的那個外交委員會裡面 已經被打敗了 嗯 所以這個不成問題 那我們跟他們的政府之間的那個交流啊 關係啊等等的 都是非常的鞏固啦 所以這個不成問題 好 謝謝 那您剛剛講到各種不同的意見 確實我們有看到 他們的這個真正基金自由黨的女議員 阿瑪莉拉 講話是當然相當的這個 相當沒有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也就是毫不遮眼 的去表達他就是想要跟中國 希望中國跟他們買肉製品 然後呢 講話的是相當沒有國際道義等等 那但是當然也是一種聲音 不過當然因此他就聚焦在牛肉這件事 我就想請教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總統去訪問的時候 創造了很大的一個進展 2017年有台巴經濟合作協定 也有享有一定頓數牛肉的零關稅 那甚至2018年11年把他的配合往上調 那我們有先前在媒體上有看到說 中央社有報導 社外人士說 有可能規劃解除巴拉圭牛肉的進口配合限制 那因為這個已經解除了 已經解除了 那大概什麼時候解除了 這兩個多月前吧 這兩個多月前 這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今天1月的時候 有到巴拉圭去訪問啊 那就跟他們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解除這個巴拉圭的牛肉的配合限制 那當面跟他們講了 然後回來之後 就請我們的農委會 以及相關的部會來進行這個工作 那進展的都非常順利 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進展 那這進展的部分 如果還有看到這些在野黨的議員提出 那可能就會變成我們其他的部會 再進一步的採購的部分 可能就會是一種 可能外交部再去溝通的部分 是 那另外在 中國他們他們都很會有選團的 他們賣給巴拉圭一些防疫的物質 但是在選團 就說這都送的 所以有些人就信以為真 但是我們台灣跟他們的這個交情 都是solid 都是非常實在的 對 我們送給他們的就是送給他們的 那這個都是沒有任何的那種代價的這種要求 那我們跟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的好 比如說跟他們的那個高層的官員 可以直接通話 有什麼事情都直接討論直接解決 所以我們跟巴拉圭之間無問題 好謝謝 那當然那這個部分我想 時間關係我就緊湊一點就是說 所以包括說我們人道的這些支持 我們先前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如同您講的 然後呢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因為您講這是民主國家 所以他們確實也有做了一些 包括我們WHO要不要加入的 或者甚至是要不要改與中國建交的 當然還好都沒有 都還好啦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您剛才說會特別在注目 那最後想要了解的就是說 那新大使的人選 上個月您有提到說其實已經有新大使人選 那他們什麼時候大概會派過去 大概這兩天就會到了 那個已經經過他們的那個政府 已經同意了 那他們的政府也期待跟我們新任的大使很快的就會會面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 剛才我們那個拉麵市市長跟我說 就是中國賣給巴拉圭 40噸的防疫物資 全部會推回去因為那個 那個品質不好 對 我想中國在做這個大外宣或者進而變成它的大內宣 這個是漏洞百出 都是呈現一個笑話 所以我們現在國內所做的包括您剛講的 牛肉配額的解除 包括說我們實質提供的這些 這個防疫物資的支持 然後跟我們所做的事情 當然都很值得肯定 所以我最後再請教說 那美國因為我們有台北法案嘛 那美國也有很多跟我們的這些相關國會合作的組織 看起來一直不斷的在努力 所以美國在幫我們在鞏固巴拉圭的這個幫儀上面 有什麼樣新的進展嗎 還是他們有什麼樣的注意 其實這個不是新的進展 就是說我們已經建立了那個固定的機制 比如說我們跟美國的政府之間有這種針對我們的邦交國之間的對話 那美國在當地的這個大使館 也跟我們的大使館之間也有很密切的這個交流 那另外有一個美國的那個海外投資公司 現在改名叫做DFC 美國國際開發融資公司 他跟我們的那個國外 只是跟我們外交部之間的那個對談 是非常的密切 包括我自己個人也都經常有機會的話就跟他們談 如何來針對我們的這些有幫國家有一些有效的這些投資 是 從這個地方來鞏固我們跟這些邦交國的關係 好謝謝 我想巴拉圭現在因為是被傳出有一個他們的表決 以至於變成話題 但是搞不好它會成為是一個範例 就是我們怎麼樣實質的鞏固幫儀的一個範例 或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讓大家知道 所以請繼續加油這樣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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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以上三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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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